客厅里,乌磊带着张晨去他房间打游戏去了,而楼下,领导认准了眼前的年轻人做这个消暑茶包累吗?采摘累吗?不是很累吧?宋坛不太想聊聊也没什么好迈的,他也不爱跟人说这些套话。于是热情道,我帮你叫个人。田野,田野,这个叔叔想问采鱼心草的事,你跟他讲讲。 啊,田野懵懂得从宋教授的房间走出来,这会儿看着站在客厅的宋坛,也满头雾水地走了过来。他如今晒得已经有些黑了,但再怎么黑,少年期依旧掩盖不住。见他不知怎么开口,领导就主动问道,你今年多大了?这是没上学留家里工作吗?田野茫然了一瞬,这不是放暑假吗?我们现在的课还没那么紧。这真是……。 这下领导和王秘书对视一眼,都有点好笑他俩真真把暑假之事给忘了。不过,也快开学了,不用准备功课嘛,这两人怎么回事,田野有点想不通,此刻语气也古怪起来。 我在学呢,现在每天早晚帮他们摘鱼心草太热了就跟宋姐姐家里三位老师学习都是宋教授的学生,自己家里种的东西都是他们手把手教的。 乌兰端住茶杯进来了,他跟宋坛的想法不一样,只要给钱,东西卖哪都可以。 更何况还是市政那边的,回头往外一吹嘘,自己这是供给政府的,听起来多不一样。 至于说会不会被拖欠款,他这会儿挺激动的,暂时还没想着。 见对方在问田野的学习,赶紧又夸,我们田野成绩好住呢。 老师都说了,成绩稳住,985211的料,这孩子可一天补习班也没上过,就是人聪明。 也就这段时间来,跟祝宋教他们读读英语,练练文法什么的。 王秘书有些好奇,这是您家亲戚吗? 不是啊,乌兰随意道,他是别的村子的,就是成绩这么好,要是没把握住多可惜啊。 这话虽然简单,可代表着教育在山村还是很受重视的。 领导和王秘书都开心起来,这会儿也聊了不少闲话了,两人放过田野,直奔主题。 这位大姐,我来就是想问,咱家里现在还中了什么? 没中什么?乌兰想了想,你们采购是要采购啥? 吃的我这里真没有,这边也供不出来他一边说着,一边盘算着家里的东西,有版例,不过价格高,而且…… 还没成熟,得等到下个月了,园子里的菜也不多了,回头秋波再续上一茬,西瓜就剩下尾瓜了。 没法卖了,至于别的,真没有了,山上还没完全开好,该养的育苗的也在养地,再被土施肥的仍在忙碌。 再别的,那就是再过几天,秋茶能采了,可再再别的,那是真的都没有了。 想到这里,乌兰也沮丧了起来,不好意思啊,你看,他诚恳地说,这确实没什么能卖的了,除了姜豆田里的姜豆一层一层的结,那真是怎么吃也吃不完。 如今只有姜豆多,他们家实在吃不动,此刻泡得晒的各种储存。 只图把他们消耗掉真要是小批量的购买的话,倒也能供得上。 像酸姜豆,真要是小批量的供应的话,也能跟得上不过市政采购。 市政采多少人,应该大差不差啊。 乌兰想了很多,然而却见对面那两人,为了这问题后又迅速换了下个问题,你们种地。 平时最大的难处是什么? 乌兰刚才的怀疑瞬间又抛之脑后,他只是郁闷,这两个都怎么回事? 竟问些稀奇古怪的,他也端了杯消暑茶来坐在那里。 哎哟,这个问题真是问到心坎上了,最大的难处就是没人。 你看咱们山上,勾勾坎坎,高一块低一块,农机用着也不合适,这里就缺人工。 可偏偏现在哪有人工? 他一摊手,我们家就这么多亲戚朋友了。 孩子爷爷奶奶那儿又聚了七八个老头老太太编草席,整个村里拿筛子炉一遍,都再炉不出来几个闲住的了。 他叹口气,回头啊,山上播种什么的还得大老远从外村请。 陆承远,工钱说不佳一点,这些都是成本,这话说的,领导都沉思起来。 这么年来,农民工外头物工,乡村空手并不是一个少见的现象,反而成了典型空村,但仅靠种地,完全没办法累积财富。 现如今的生存结构又要医疗,又要养老,还要为孩子置办家业,留农民在家里,他们除了一直穷下去。 根本没有别的法子,可偏偏想要留住人,只能是乡村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才可以。 这个问题,领导又深深地看了乌兰和宋潭一眼,这才换了话题,咱们这山路也有些年头了。 往外运输不太方便吧,那岂只是不方便,简直是,特别不方便。 夏天卖瓜那会儿,要不是老赵侄子开车稳当又慢,那车厢里铺垫的东西又多,以自家瓜的脆弱程度,送到了还不知道要裂开几个呢。 不过,这些说给眼前这人听有啥用? 任小柱之书这么大本事,没错,在乌兰眼里他本事通天,到现在都没把程序跑下来。 乌兰因此有些破冠破摔,随他把这村村通柏油路我看一时半会儿深井劈不下来,大不了我们走慢些呗。 这西瓜运输不方便,明年少正点算了。 听到这话,领导沉默一瞬,随后,还是王秘书好奇,你们这村里的干部还都挺负责的。 那是,说起小柱之书,乌兰可予有容焉。 别看是个女孩家,还是个大学生村官,实际上人稳得很,新想法又多,特别好,有多好,领导者来了兴趣。 啊,这,一时半边的,乌兰竟然卡住了。 小柱之书的好,该从哪里说呢? 别的不说,小柱之书办正,那可比别的中介好太多了。 还不要钱,小柱之书的好,最后还是新郡来整理的。 实在是老宋家就没有这样的人才,乌兰哼花半天都旁腐可疑了本想着叫小柱之书来自吹自雷一番,没想到赶得不巧,他又去市里头跑关系了。 这不,新郡迎难而上,这才解决这个难题。 例如宋谭家的农场计划啊,解决邻里纠纷啊,又比如他为了村里修路来回奔波啊,还主动跟村民们讲解各种农业补贴等等。 毕竟问题都问到这个深度了,大伙,私底下都在猜测,眼前的采购不只是采购,说不定还是哪个领导的亲信呢? 倒也是哈,乌兰用自己的思想揣测住,这采购向来能捞有水,要不是自己人,肯定也不能放心啊。 宋谭虽然觉得哪里不对,但对不对的好像也没什么关系,家里这么多人,只有瞧瞧再真心实意地欢喜又忧愁。 欢喜的是,小朋友们迫不及待地想来办同学会,证明他教得肯定很棒。 可忧愁的是,这会儿真没有什么活儿可以干呀。 他想来想去,最后只好沉沉叹了口气,你们十月份再来吧,到时候我家不仅可以割稻子,还能放牛呢。 姐姐说了,温度降下来就突然买些牛羊回来,到时候狼下几只狗养好身体都会过去。 他们会很忙的,王秘书,你这小主播呛着浓眉大眼的怎么一点都不热情好客呢? 哪有一门心思让客人当长工的,反而是领导在旁边叹口气。 我是想来的,你们这里的路太颠簸了,骨头都要散架的小朋友,你觉得该怎么改善这种情况? 乔乔却天真道,那你们,下次骑摩托车来就好了吗?摩托车没那么颠簸的。 领导,怎么回事这家人生在农村,就没有一点奋斗的心吗? 交通这么大的事,那是一点没指望能改善啊。 他忍无可忍,说不定马上就要修路了呢。 啊,乔乔茫然,可我们村很穷啊,会修吗? 领导者已经无力了,会,一定会民生三农,当然每个都很重要。 这跟穷不穷没什么关系,越穷越要给机会发展。 他对待,瞧瞧,倒是没觉得他听不懂,此刻正重道,国家是有心的,只不过财政紧张,这才分出个快慢,先后来真要是觉得穷不给修。 当初十几年前这村村通,又是怎么来的?他寻寻善诱,修了路,不怕东西磕碰,你们,家想种什么? 乔乔立刻大声说,草莓,他已经欢喜起来,庞扶明天就能种事的,我小时候种了好几颗草莓呢,要不是老太太太太坏了,就走了,我就能吃到了。 他们这里不是草莓产地,村镇更是没人卖着金贵玩意儿,所以这么多年了,他竟然都没再吃到。 宋谈倒是听见了,乔乔,你想吃草莓怎么不跟我说啊?不然这么些年肯定要带回来给尝尝的再不行,开春随便头上种几颗也可以啊。 乔乔摇头,我以前没想起来,刚才才想吃的,我想自己种。 行啊,到时候给你分一小块地方,你自己种。 乔乔点头如捣蒜,正说住呢,就听乌兰喊了一嗓子,谈谈,跟采购说安排吃饭了。 王秘书精神一震,要不是还自视身份,这会儿就该迅速站起,奔到饭桌前了。 要知道,这两天没吃好的,也不只是领导。 这会儿折腾一上午,喝了消暑茶贫富颠簸的时候,就已经鸡肠碌碌了。 如今,可算是能吃上饭了。 再看领导,他也是矜持地站了起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脚步确实没停,已经迅速地出客厅了。 而这头,乌磊和那的嘴甜的小伙子都恨不得上桌抢了。 见他过来,张晨立刻喊了一声,老哥,你能喝酒不? 他们家珍藏了好酒。 宋三成,这孩子,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一聊天就熏熏然然后说起这个了。 但是,喝酒是万万不行的。 此刻就疯狂摇头,我们家纳酒还没叫好,现在劲儿特别快特别大,一杯下去立刻就抖。 不成不成,下次再说吧。 从这点来看,这回的酒,实在还是有缺憾的。 至于叫藏好了会不会醉倒人,那看起来也会的,只是七表爷推测,后劲儿会更为绵长。 所以,总能撑两个小时再倒吧。 还好在座除了蠢蠢欲动的宋友德还有谈谈老爷,其他人倒也没啥子酒饮,不行就算了。 来来来,都吃饭。 最后还是乌兰端住菜招呼,大伙儿迅速落座,半点不带推让扭捏的,以至于领导和王秘书茫然地站了一瞬。 最后也被招呼住坐下了,大概考虑远来是客,他们三人都被安排到里侧的上席了。 见识过经验广的领导在心里感叹,有穷山恶水处刁民,也有老实淳朴好客的踏实农民啊。 今天的饭菜做的是一罐水准,四盆菜一盆汤,大桌子堆了个满满当当,看起来淳朴过了头。 再看看菜,反正三个菜,只有一道鱼丝肉菜,番茄炒蛋,清炒苦瓜,红烧鲜鱼块,经界炒千张豆腐。 最后再来个丝瓜蛋花汤。 乌兰还有点不好意思,乌磊这孩子,过来也不提前说一声,你看我们这,冰箱里的肉都没来得及化动,虽说他们家现在一致觉得肉没有菜好吃,可。 人家客人上门了,肉也不舍得放,显得多抠馊呢。 不不不,王秘书已经馋得快要控制不住了,此刻捏着筷子都有点抖,速得好,速得好。 领导也高兴,天热,这些菜吃得多舒服。 呀,他这回出来,市政那边安排的其实都挺好的,也考虑到天热,荤素搭配的极为巧妙。 但,在外头又是烤茶又,是檀项目,又累又热,龙肝凤髓都没胃口吃了,搞得别人还挺紧张的。 他只好说自己胃不好,饭量就这么大,如今看来,分明是没吃到好东西。 当然了,做他们这工作的,肠胃有多少是有一点问题,但那不重要。 例如此刻,胃不好的领导只矜持一秒钟,就已经学着大火的样子。 伸手拿了一块刚铲出来的热腾腾焦酥酥,还带着米饭柔韧的微黄锅巴。 咔嚓一下就咬了一大口,哎呀,真香,看吧,我就说我早上能补,因为我妈五点多就起来多先包包子了。 这顿饭吃得既迅速又漫长,大家的吃相还带着几分潦草。 例如王秘书,他皮带扣都松了又松了,结果被张晨看到,此刻哈哈一笑,老哥我就说你还是对这家的好吃程度没了解透彻吧。 像我,他拍拍自己圆溜溜满当当的肚皮,我,早知道他家的东西什么味儿了,今儿特意穿的运动裤,你瞧,松紧带。 王秘书也不在意,只是看了看他的裤子,那你这松紧带,现在勒肉不? 这话说的,张晨扭念,有点勒,王秘书得意一笑,毛头小子,还敢跟我比。 哼,至于领导,他也有点不好意思。 无他,这桌上的菜盆汤盆也太前进了吧,这么些年提倡节俭,他吃饭标配也不高,但啥时候也没吃钱捞进到这个地步啊。 真真是太馋了,倒是莲花婶儿司空见惯,挺好,咱家就这点好,从不浪费就是我看公主。 他们丑哈哈哈哈了,又没得吃了半天,但家里的狗什么时候也没轮,上锅盛盛菜,馋啊馋的也都习惯了,倒是领导有些好奇。 家里那四只狗看出虽然有伤病,但是真挺威风的啊,他们一进门,那四只狗就都站了起来,眼神警惕地瞧住这边,呜呜的嗓音压得滴滴的。 去一生都没叫出来,显然对陌生人做到了威慑,是吧,乌兰得意极了,这狗不要钱领养的,可聪明了,说了叫他们看家护院,来个人就紧盯着,一点不错眼,乌兰甚至都,打算住,回头不行再去领养几只吧。 这几只也太乖,太可人痛啊,要说原先,家里的新头宝一定是威风凛凛的大王,但大王兢兢业只守在后山,完全没能想到有些狗不要脸。 仗住进水楼台就偷家了,看看这四只狗多多肚子上的伤都快长好了,脖子上带着个小荷包,还是那么会装可怜。 公主一只眼睛,黑褐色的,瞅着人的时候湿漉漉的,就说,谁能抗住吧? 还有英俊,明明算是七岁沉稳老年狗,对服役犬来说是老年。 退役原因是左腿微磨损和年龄大,但现在呢,撒娇的时候特别爱三条腿蹦打,好像那条腿真就瘸了似的。 再看苍儿,这狗贼精,明明来的时候说是耳朵龙,实际上但凡你敲敲饭盆,他跑得比谁都快,嘖嘖嘖。 就说这几只在家里头,看谁闲着就过来蹭蹭头,哼记哼记,铁石心肠也招架不住啊。 要不是乔乔还平等地爱住每一只狗狗,大王真的会哭晕在后山的。 还好家里还有只大菊带小菊,双方可爱方向不是一回事。 这才勉强平衡住了众人的理智,但这会儿,领导和王秘书看住眼神炯炯盯住自己的狗,好奇问道,这是领养的退役犬吗? 对,乌兰点头,本来是想买两条边木的,谈谈说这狗聪明,到时候能放牛。 结果不知道咋的,被人家介绍去宁城的那个退役犬养老院了人家那规定只让领一只,可你说,我们这么大的地方领一只狗狗干啥呀? 好说歹说的,瞧着这几个小可怜,把他们领回来了,他一边说着,一边唉呦一声。 还拿起手机拍着,视频,小猪啊这两天晒酱豆呢没顾上给你拍,现在给你看看啊,多多。 来,走两步叫养老院的人看看,苍儿,苍儿,你别装听不到,过来等一下给你们吃黄瓜啊,这才对。 三十秒的视频,他愣是每只狗都展示过了,这才满意地发了过去。 想了想又发了一条语音,小猪啊,别忘了给你领导看看啊,咱领的狗多可一个也没亏待,下回还找他啊,碎嘴子猪心不是白,来的,不止连吃代买。 家里所有人的微信他几乎都要到了宋坛原本承诺的是隔三差五给负责人看看狗。 结果才发现,他抹肠就给拍影片了,用不住他。 而此刻,领导的眼神却更加柔和了,挺好,挺好,我看他们现在精神头都很好吃了饭,大家在。 客厅里坐着吹空调还没消食,也就没人提午睡的事倒是王秘书溜达住,又好奇地问宋友德还有谭谭老爷。 您二位都是住在附近吗?怎么上午没见住呀?宋友德笑了起来,我住不远,谭谭老爷住这里,但是白天咱们得钱活呢?干什么活儿? 王秘书处向个包打听,这么热的天气,说起这个,宋友德只想拿着喇叭跟全世界炫耀,这会儿画匣子自然是收不住了。 我们负责编草席的,这活儿要细致,年轻人干不来。 他一边说着,一边得意地笑,刚才坐轮椅上,莲花榻,婆婆你们记得不? 王秘书心想,那您可小瞧我了,做我们这个工作的,寄信带得一等一的好。 他点点头,只听宋友德喊了一嗓子,莲花,莲花,问你婆这个月拿了多少工资。 正翻豆子的莲花立刻笑出来了,书,你给发的工资你还问,他这个月四千一百块。 说到草席,王秘书就知道了,对对对,我买了。 我看详情页上就是你们一群人坐在那里编草席的样子准确地说,一堆,老年人。 不过这年头,卖东西的噱头也多,这要不是宋谭家,恐怕性的人根本没那么多。 领导也来了兴趣,编草席,一天编多久啊,一个月稳稳能赚四千多吗? 那倒没有宋友德实话实说,莲花他颇手巧,花样做出来我给的多些别的。 想谈谈他老爷,那都是普通的三零零三零零零多点,干活时间还成,现在白天长,上午干到十点,下午干到六七点。 我们年纪大了,眼神不好,人又爱犯困,天黑了得早点回去,那也很好啊。 领导是从基层上来的,农村六十岁以上老人能有一千的工资,那就已经比什么都强了。 假如能有两千,甚至可以说老年生活不仅精神丰富,物质也丰富了。 在三千以上的话,他看住宋谭一家,眼神中全是赞许。 好,太好了。 第七百一十一章七百一十一,开会讨论一下,说起草席,王秘书有话要说。 我买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王秘书也是宋谭家的忠实客户了。 直播是没看两场,钱却一分没少花这步,此刻他积极表态。 我买了好几床呢,家里老人的,妻子的孩子的,还有一些极亲近的人相互走动送的。 一床宋友德到手三百块,他笑呵呵地看住王秘书,又期待地看住领导。 咋样,我们家的草席没得挑吧?领导者,这就尴尬了他,一床也没买。 没啥原因,纯粹是家里不缺这个没有王秘书提醒,他也真顾不上网店蹲手等上架。 但王秘书就是在贴心,他要是敢给领导订闹钟买这些乱七八糟的,那不纯属吃饱了撑着吗? 此刻机智如王秘书只能惋惜道,他没买,他原先在水里泡好久,喂,可,说是诗寒重。 良喜什么的不合适,领导也不是生来就是领导的。 当年还是基层干部的时候遇上大洪水,在水里雨里泡了几天,当时年轻没注意。 后来年龄上来了,问题就一步步出来了。 偏偏调理吧,是个慢工细活,这一桩桩一件件千头万绪,也就只能这么不好不坏地掉住。 日常像什么消暑茶或冰的凉的,那也是不让碰的。 哦,宋友德似懂非懂,就是风湿是吧?那是得注意,刮风下雨的都不好受。 领导,该怎么解释呢? 是,但又不全是,他最后只笑着点了点头,刚准备就住这个边草席的事儿再详细问问。 就听宋友德理所当然道,那多巧呀,三浮天驱寒气,我们村有个小郭医生,很了不得的,你来都来了,中午前翠找他去,拔个罐爱酒一下,一定能舒坦不少。 啊,王秘书傻眼了,领导看病,那可不是随便一个医生就行的呀,没曾想领导去试半点也不在意。 反而问道,是村里诊所的医生吗?看来医术还挺好的。 这点是很难得的,现在很多乡村医生的技术,也就是打个针,书个夜开两盒药罢了,这么听起来这边的医生还懂两分中医手段,愿意给村民拔罐爱酒呢? 他是深谙明星的,以现如今的医疗制度,你要是开盒药,有医保在,农民都是愿意的担着拔罐爱酒,那在村里应该是需要自费的吧? 但偏偏宋友德说起来还满分信赖,他来了兴趣,宋友德可不是信赖嘛? 前两天听说谈谈他们搓了什么爱条,这几天村里这些老头老太太干完活没事都去小郭医生那里了。 年纪大不好拔罐的也都简单久了一下,别说,他们上了年纪少尿多风湿病,爱酒之后明显好多了。 这会儿说起来,宋友德也是得意,就我们那小住之书嘛,别看是个年轻姑娘,心里眼里都是事。 我们村原来那里医生准备去镇上开诊所,那个小郭过来收药材,他呛着人家技术好,就想法子叫人家小郭留下了。 哎呦,他眼光好,小郭耐心住呢,又会草药还会扎针要不是他现如今的药材供应不上,那愿意开车上门来找的病好都得有好些。 开车上门,那证明这医生一定是有两分手段的,而且留这样有名的医生在村里,村子的发展方向明显又多一个嘛。 而且上门买药材,不错不错,他连连赞许,也不知说的是小郭医生还是村支书。 但宋友德没想那么多,只是热情道,走走走,中午人少,咱现在一块去爱酒那爱条都是我们自己搓的,好住呢,一边说着,一边以惊。 喊上了乔乔,乔乔,你给我俩送过去吧。 他自己也有车,但是他的车没装车棚,大中午的太阳多晒呀,还是坐乔乔那个吧。 唯一可惜的是,孩子宝贝车不让他开。 于是,王秘书寸步不离地跟住,眼睁睁看着乔乔骑住他那七彩云朵三轮车过来了。 照理说,人,不能,至少不应该对交通工具有挑截吧。 可想归想,王秘书看着那辆车仍旧迟出着直到乔乔反应过来。 叔叔你放心,我三轮车一点也不颠簸,你抓紧栏杆嘛。 王秘书,领导无所畏惧直接上了这个七彩三轮车。 他坐在那里兴奇地看,还问乔乔,听说你们家有农业专家,怎么没建筑呀。 乔乔等三人坐上,这就发动车子。 这会儿想了想,宋老师说有苹果,他们去看看,他没讲明白,其实是宋教授之前打听的那些苹果树有确切消息了。 师徒几个一起去看看,顺带也能在临时做个研究。 那些都是成品树,今秋种下缓一缓,来年就能结果子的,而且除了运送费用。 几乎可以说是不要钱,比宋坛买苗子还划算。 但乔乔能说出来的也就这样了,宋友德沉迷边草席,也不了解,就没说那么多。 只是瞅了瞅王秘书,你们是给正处食堂采购的啊。 王秘书,啊,啊,啊,是,是吧,宋友德不乐意,是就是,什么是吧? 我知道,你们觉得贵。 说出去不好听,但我们家东西就是好,我又不往外瞎说,不过,这回赶得真不巧,家里啥能卖的都没了,你要不再等等吧,对了,你们这正复采购,是现款现结吧,不然我们可不能卖啊。 王秘书看了看八风不动的领导,此刻哄哄地笑,这个,这个,我们再开会讨论一下,真要是瞎应成了,回头万一人家真问到这边的市政去了怎么办? 宋友德却是大惊小怪,买东西给不给钱,你们还要开会讨论一下。 他,暗下决心,回去就跟谭谭说,别说现在没货,就是有货,这生意也不能做。 东西卖了谁不是卖呀,但没钱那却是万万不行的,听说这采购油水大。 该不会还等他们家给他回扣吧,不行不行,宋友德瞅他一眼,心想这算盘也太精了,反正他们不能卖,王秘书很明显看懂了那个眼神。 但他能怎么说,只能认了这口黑锅了,因住这件事,宋友德的热情就庞扶割了张摩,而领导者则终于没有被颠得七荤八素。 有精神看看这个小山村,远处山市起伏,绿色树木和白色的石头临寻夹杂,昭示着那些未开发地带的贫瘠,近处是一块块大小不等的阶梯地势的田地,以前或许是种水稻的,但如今看去荒草丛生。 藤万攀爬,隐约可见几块田中细数掘了块地,种了些南瓜丝瓜冬瓜等。 地都慌了啊,他叹息一声,不慌咋办,宋友德却已经习惯了,年纪大了,干活不如年轻的时候再说了。 累死累活种一年地,有时候不赚钱还得倒贴,种个傻子嘛,不如出去打工去。 他还举例子,现在进场打工,只要人家身份正查的不言。 我们这好些人一个月也能拿四五千块钱呢,再好点加班多,六七千也有的。 好些人年纪大,现在厂里都不收了,年轻人呢,有学问点的去找别的工作,没学问的也是进场打工。 这不打工咋办呢? 吃穿干啥不要钱? 现在井水也不让用了,都得用自来水,那自来水也得要钱呢。 两人看住眼前这一切,都没再说话了,而王秘书吃出住,想要打破这个古怪的氛围,却听乔乔掀他一步。 到了,大赌稳稳地停在郭东院子里,乔乔兴奋地跑过来。 小郭医生,我带爷爷来了,郭东也没在意,随便找地方坐吧,爱条自己点。 他这会儿还忙着呢? 村里有别的老太太也是这个点来爱酒等到把爱条点了,教人家放在什么位置,这才转头拉开抽屉,从里面抓了一把四字方方小糖块来给乔乔。 拿去慢慢吃,别,吃多了。 乔乔等的就是这个,这个精英子糖是郭东自己做的,相比他的拿手药丸作用实在有限,也就是保健品的程度。 但对乔乔来说,甜滋滋的,他喜欢。 此刻他还沉默,小郭姐姐,我姐姐说过几天要做冬瓜糖,到时候我给你拿。 免了免了,郭东一听冬瓜糖三个字,牙根都开始抽痛了,留着你自己吃吧,我不爱吃甜食。 那好吧,乔乔惋惜道,我还想让七表爷做糖饺子呢,可惜他们都不爱吃,他一边说着,一边大方地把糖分出去,爷爷一颗我一颗, 伯伯一颗我一颗,叔叔一颗我一颗,叔叔王秘书忍俊不惊,谁教你这么分的啊,乔乔阵阵有字。 我看电视学来的,两人拿着简单包裹的糖,郭东看了一眼,也说道,血糖没问题就吃吧。 我做药师剩下的精英子熬的糖糕,加的配料多,没那么甜。 以他的想法嘛,中年男人,少不得要补补的,这保健品吃了没那么差。 哎,药不是自己的药都不太够,这会儿顺带又能卖几盒了,眼见王秘书和领导张嘴吃了,他这才洗洗手过来这边。 先看宋友德,徐卫找得不错,挺好。 又看看领导,平时身体有哪些不舒服吧? 领导,十一。 起来,胃有点小毛病,腰腿年轻时泡水太久,时常发凉,痛。 这样啊,郭东指了指一旁的病床,先趴上去,上衣托了我给你拔罐去个诗寒等下再久久渗余。 接着转过来我给你说位置,你自己久未晚学,还有终极气寒,腿上是三阴胶足三里,还有昆仑塔。 沉阴一顺,这时间挺长的,瞧瞧,等会给我帮忙啊。 好的好的,瞧瞧喜欢这个活儿,再看看王秘书,你呢? 王秘书啊了一声,迟一道,我还好吧。 郭东眼神在他头顶转了转,年纪轻轻,掉发这么严重,还好,要骂神廷百会,要骂肾瑜。 来,给你双拖鞋,你去院子冲冲脚去,等下让乔乔先给你九头。 王秘书下意识一摸头顶,他只是掉发有点点多,没秃呢。 而郭东搬了一筐火灌过来,等领导脱上衣趴在那里,他瞅准几个穴位。 咔咔就扣了几个玻璃罐,其中几个特殊部位那是刺痛啊,王秘书还纳闷,这,这不推个精油,拉扯得多痛啊。 郭东,医院复健科也给你用精油啊,小按摩开背去养生馆去,我这里没有。 想了想,他看了看瞧瞧,这你家的客人啊。 瞧瞧点头,愣愣,跟乌磊哥一起来的。 郭东想了想,我有,宋谭旧家的关系啊,他于是试图卖个好,我看你们都有些终极不足,需要强身补肾。 我这里的药丸确实对症,是吗? 哦哦啊,瞧瞧惊讶,郭东姐姐的药,效果超棒的。 好多人寄紧骑过来呢,叔叔伯伯,你们一定要买。 两百九十九一颗,一瓶七颗九九九,两人一唱一鹤,简直像是销售搭档,领导实在忍俊不惊。 他趴在那里被沉甸甸的火关压着,刚想拒绝,就听王秘书已经高喊,我要我要。 在看领导瞅过来的视线,王秘书有点不好意思,瞧瞧家的东西,贵是贵,但从来没差过我琢磨着补元气的。 试试看也没差,郭医生的症和执照都在墙上挂住呢,领导者知道自己不该乱吃这些东西,但,病痛的滋味,只有乱投医的人才明白。 他虽然不到那个地步,日常好医生也是都能安排,可这么多年了,诗寒在体内从没断根过,天气一变,骨头就酸溜溜的痛,他的政治生涯明明还有那么长。 当然了,医生既然说强身补肾,想来药物调的还是内里肾主元气精神。 既然如此,保养一下没错的,此刻,他咬咬牙,我也试试。 郭东问了一声,还嘀咕道,你们可别抹不开面子才要。 我这样本来就不够,给你们还是看颂谈面子。 领导者趴在那里笑了一声,不会,我自己的身体,我知道,反正也治不坏,尝试一下没错的。 说来,他自己也挺惊讶,怎么这么没警惕,什么都敢试。 可能是中午那顿饭实在是太超乎想象了吧,可见穷乡僻壤,也有宝藏啊。 就在此时,郭东的手机响了,电话那头,大嗓门的男人声音传来, 郭医生啊,今天有你几个快递,你现在方便吧。 等下车停门口,你出来拿,快递来得很迅速,郭东才刚把火罐取下来, 就听到了鸣笛声,他赶紧走出去。 没多大会儿,就抱着几个箱子进来了。 这边领导才穿上衣服,就见他拆开盒子,掏出一个红底黄碎的卷布来。 这是锦旗,怎么不挂起来? 王秘书好奇地问,郭东神色淡淡,一派高人风范,没必要,太多了。 说着往墙角走两步,锦旗就被放进了一旁的篓子里,里面同样红底黄碎的布卷,还有好几个呢。 王秘书大为震撼,乡村医生这么低调吗? 而郭东这边刚点燃碍条,就见王秘书惊叫一声,你这,你这,领导侧头一看,只见锦旗上四个大字,格外醒目,大展雄风。 乔乔心冲冲又骑着大朵回来了,刚好封封快递的小张哥正在打包快递,见状不由笑道,乔乔你干什么去了? 乔乔得意道,我去帮郭东姐姐做爱酒了,再看看宋坛,她更是高抬下巴,郭东子子说我做得太好了。 一下子把人酒睡过去了,两个人都睡了,我就把爷爷送回去,先回来了她。 这可没说假话,虽然那两位书败有点怪怪的,但是身体好像真的不太好。 乔乔帮忙酒渗余穴的时候,伯伯就差点睡住了,等勉强维持清醒翻身后,整个人都睡得沉沉的。 学位从未晚到三阴交,那时一点没醒,等到长达一小时的爱酒结束。 郭东这才让乔乔先回去,他们确实都有点老毛病,乔乔你先回去,等下让他打走回去。 顺带吃了药晒晒太阳,补补阳气。 从诊所到宋坛家都用不了十分钟,走慢一点晒一晒,对于身体来说没坏处。 宋坛惊讶,郭东还舍得卖药给他们呢,要我说,妈你还是太重视了。 爷爷刚打电话,你没听到吗?政府采购不结现前的,还是算了吧。 乌兰也挺郁闷,我这不是没想到吗? 瞅他俩长得浓眉大眼的,看住还挺有气质。 没想到还是这样的采购说话间,宋坛已经又拿出一卷。 十根爱条地点小张哥,基地都老地址吧。 想了想又打包一份茶鸡蛋卤料包还有消暑茶,这个发宁城,收件人霍雪英他之前转账给我。 我差点忘了,霍雪英还留在以前的公司,不为别的,就是开心送坛离职后。 老板招了三个人都做不好他以前的活儿偏偏送坛回家当地主。 老板被地理直播间抢货也抢不到,别提多郁闷了。 小张哥对这些地址都有印象,这会儿还优先给打包了。 顺带聊道,宁城的快递怎么又多了? 以前是大多集中在,省民医院和周边,现如今怎么还有消防队,还有武警总队。 你这客户发展可以啊,小张哥美滋滋的,我媳妇大概十月生孩子,到时候你家能卖的应该不少吧。 我琢磨着要不招个人呢,宋坛,想了想十月份家里是要忙,秋波也能收获不少,但跟初夏还是有差距的。 明年五月以后卖的东西会很多,现在倒是不住急,小张哥却自有打算,没事,我现在招个帮忙的还是可以的。 一个月两千块钱,我还能多顾着我媳妇,等明年都做熟了,也不会耽误你的事。 他小算盘打得啪啪的。 宋坛严丑包这么多山,回头地里的东西肯定很多,那随便换哪个快递,中间打下的差价就不少了。 而他如今这么一,说宋坛也没反驳,嘿嘿嘿,这不明白明年还是跟自己合作吗? 他按下决心,回去就打申请,快递费再掉掉,顺带让市区安排车每天来一站收获。 省得自己这小车,赶上货量大都跟不上,而这边,七表爷看乔乔回来了,也跟住轿塔,乔乔,来找几个大缸来。 我看豆子晒差不多了,明儿个就午上。 好嘞,乔乔放下怀里的小橘子们,又冲进而满满地去干活了。 而这边,领导和王秘书睡在诊所的小床上,那叫一个酣甜啊。 郭东都看了几回表了,还发出点声音来,他俩愣是没醒。 这也睡太久了吧,瞧瞧后来不是说是采购吗? 这年头采购都担惊结率,神思亏数到这地步了,可见编制也不好混啊。 他嘖嘖摇头,心想白天睡那么久,夜里可别走了困再熬夜就不好了。 直到四点多钟,王秘书的手机响了起来,他迷迷糊糊地醒来摸出手机。 一看来电仙精神了一把,王主任,是不是哪里招待不周啊? 小周说你们半途就下了车,那边中午也没。 王秘书彻底清醒了,他看看时间快五点了。 领导这一觉睡了快三个小时,前所未有啊,不行不行,他们晚上就得回去宁城。 明天一大早还有个重要回忆,此刻再顾不上别的,赶紧下床走过去,看郭东不在,忙小生教导。 领导,领导,对方瞬间睁开眼睛,整个人都显得精神奕奕的,随后才慢慢坐起来。 怎么了,有急事。 四点四十八分了,王秘书给他看时间,你睡三个小时了,咱们该抓紧时间回去了。 下一刻,郭东走进屋来,见他俩都醒住,这才松了口气。 我还想着再不醒就得叫你们了,这一天天的怎么精神累成这样子,来,要给你们拿过来了,一人先吃一粒王秘书。 他的神色瞬间挣扎起来,领导脸色也很不,自然。 因为两人都想起来,睡前看到郭医生那个锦旗,他的视线不由又挪到角落装锦旗的篓子上。 郭东择了一声,你们男人啊,就是肤浅,这明明是强身补中的好药,非得都朝着劲时。 这要喝不喝,不喝我也不抢卖了。 喝。 麻烦郭医生了,两人同时开口,而王秘书顿了顿时迅速接下去,我这就给你转账别的不说,这爱酒醒来,整个人的骨头都轻飘飘的,身体精神都振奋不少。 甚至眼睛看东西都清晰许多,小柱之书总觉得哪里有古怪,是真的古怪,那天,他明明是按照旧程序向上帝申请,但其实心里仍没抱什么希望。 需要拨款的地方太多了,这样一个没什么发展前途的贫困山村,路是迟早要修的,但很可能排在所有事项后边。 也不知是多少年后,就算如今他的资料里附上了宋潭如今农场的发展现况,但,农场注册到如今也不过才半年,不确定因素实在太多了。 他没抱什么希望的,只是打定主意等自己在通通路子之后。 年底如果还没有修路计划,那他,那,他只能啃老想主意了。 但这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家里的人脉用到这种细枝末节的时尚又落了下沉,显得他能力不够,他这才迟迟没有采取行动。 但话说,他只是一个村支书而已能有什么施展空间安慰。 而这一天,他上午交了资料,不到半小时就有人来跟他联系,你。 放心,云桥村的道路我们已经在讨论了现在市里在开会,下午应该就能得到缺切消息了。 一边还有些神秘地看住他,你也是,有这样的关系不早说。 你看看,如今领导考虑到我们前头去了,这都显得咱们不积极了,小,住支书,什么关系? 他关系还没用,这不对劲,更不对劲的还在后面上午开完会他就得到回馈了,等到下午,连柏油路的建造计划也都提上日程了。 他怀着种种疑虑回到村子,路上跟一辆四五十万的宁城牌照的小车相遇,还往回退了三五十米停在转弯空旷地带,这才给对方腾出行驶的空间来。 则,这就是不修路的坏处了,两辆车同时开,这马路都容纳不了,属实落后了。 小住支书路上思来想去,总觉得问题出在宋谭家,他车子直接开过去,只见张彦平拿着镰刀和篮子,脸上的怨气层层笼罩。 每根头发丝都在散发着不情愿,倒是能理解,毕竟他才从家庭的苦海中脱离,没想到又做了水深火热的打工人。 他身后,屋垒也同样拿着镰刀竹框,表情郁郁,任谁还没开工就预制了五百工资,恐怕都开心不起来。 这时,他还没问呢,就见乔乔已经开了直播,小朋友们,上回煮豆子大家都学会了吗? 姐姐说这个学得比较简单,下午可以多学一点我们去割黄蒿吧。 小住支书赶紧测过身子,注意力回到了黄蒿上头,割黄蒿干什么? 乔乔解释,前两天晒的豆子已经浅了,现在要割点黄蒿回来捂豆子。 他说完又急忙强调,小朋友们,黄蒿是用来捂上次拌面晒前的豆子的。 今天早上直播的主豆子是用来做西瓜酱的,不可以晒哦,要拿到潮湿热热的房间里,用纱布盖着焖一焖。 小住支书是他不理解的范畴了他放弃了,这时候只顺手打开直播间,就见弹幕一片密密麻麻。 主播太看得起我了,我根本没学会。 酱豆和西瓜酱还不一样啊,上次酱豆我看了半截,今天西瓜酱看了半截,回头履历上这个技能显示不显呢。 前面的,合住你还没找工作呀,黄蒿是什么,也是艾草的一种嘛,哈哈收到后台私讯了,谢谢主播送的礼物。 虽然还没拿到,但我也先谢一个,等等你们在谢什么,什么礼物? 这就说来惭愧了,不过是区区一点打赏,舔句绑三,主播竟然送一根艾条。 什么?现在打赏还来得及吗?主播你这么做根本就不对,就是,哪有人都不通知一声就直接给绑三礼物的。 你懂不懂赚钱,就是,你得在直播间喊一嗓子,让我们当场竞争才可以。 你的眼皮子也太浅了,区区一根艾条而已,我就不一样了,我有钱,让我来。 这是艾条吗?这是至尊的荣耀,这抠门主播至今没送过任何。 接下来,就是一个又一个的打赏特效了,五彩缤纷的。 不同打赏金额的颜色在荧幕上迸发,看得小柱之书嘖嘖摇头,当代网友存不住钱,能理解了。 而直播众星之一的张燕萍穿着衬衫长裤来到荒地里,其实也不知道是谁家的荒田,但无所谓,村里现在也没几个人。 他眨好架势,突然又打开手机,黄浩长什么样子来住? 乔乔好急,燕萍哥,小朋友们都在学习,你不要偷懒,这是我挑好的黄浩弟。 他就长这个样子,乌磊经过一个假期的成长,此刻倒是闷不吭声,就开始割了可才割两把。 乔乔又急了,乌磊哥,这种太老的就不要了张燕萍,好痛苦,乔乔啊,这里这么多黄浩没人要,你等我们割完了,回家再挑剪吧,家里凉快呢。 乔乔想了想有道理,他这才点头,那好,但是燕萍哥你不要再说话了,你一根都没有割呢。 张燕萍低下头来,感受着自己酸痛的胳膊,恨恨到,小扒皮。 而这边,小柱之书才终于想起来正事,谈谈呢。 七表爷刷住手机,早上煮的黄豆堆太厚了,温度有点高,怕是要长黑毛,我叫他去翻翻。 一边还得意,我就说老钱不行吧,带个徒弟做西瓜酱豆。 明明在山上都有过一次经验了,这回铺豆子还是铺厚了。 好啦七表爷,宋谈从热乎乎的仓库里出来,笑着说他,明明是咱家竹莲不够了才稍微堆后点的,人家手艺真挺好的最起码山上。 那些个普通食材,前师傅带着瞧瞧做的那叫一个油润鲜香,工人们一顿都得两大碗,赞不绝口了。 小柱之书不在乎什么豆子不豆子的,这会儿直纳闷道,宋谈最近你们店里啊,后台啊,有接到什么不一样的消息吗? 宋谈一愣?没有,没有,爸,有的话燕平哥肯定会说的,那就奇怪了。 小柱之书说着奇怪,脸上却全是笑意,咱们村的路,最迟月底就准备修了。 第七百一十五章,修路 修路,一家人瞬间群围了过来,这回最起码得三公尺宽吧。 瞎说,以前那都三米了,这回得四米,照理说他们村村道也不至于这么窄,不过山区修路嘛。 总之这次,小柱之书有切实数据了。 修,今年市政大力发展乡村,附近几个村子的路都修,咱们是第一批。 主路柏油路,从线到岔口一路修过来,中间超个捷径,五公里,最起码4.5公尺宽。 五公里,4.5公尺宽,柏油路,这咋有点不真实呢? 七表爷嘀咕住,我也觉得有点不真实,宋三成和乌兰都有点恍惚。 要知道,原先三公尺的路,加上两边路基和土面,过车的话,除了窄已经很好了,他们一开始的想法就是把路修平整,大车小车可以稳当过就好。 如今可好,柏油路那是又顺滑又不颠簸,回头大货车进进出出,那是更流畅了啊。 小柱之书也高兴得不得了怎么说呢? 修路虽然不是他能做主的,但却是他能得实惠的。 再加上人家有意卖好,该说的不该说的都提了题,此刻他格外笃定,放心,这事已经定下了。 回头招标成功,立刻就有工程队开工,到时候咱们进市区,一个小时就能到了。 只是,这修路高低得两个月耽误,这两个月想去市区,要么绕远路从别村走,要么从金河湾做快艇到郊区码头。 哦,你们有啥要安排的,可得提前安排好啊。 还没打包完的小张哥顿时呆住了,那我,我以后咋来呢? 宋三成想了想,今天的不急住出货。 你留到晚上七点钟吧,七点钟在我们家干活的小伙子也该回来了。 他家是上堂村的,你从上堂村绕。 一节路可以到松树村,再到镇上,比现如今开车要多走个十几分钟吧。 但是他们也是修得村村通,能走小张哥迷茫的想了想,到底还是。 又坐回去了,还有三根艾条没打包好。 而宋谭也赶紧打电话给宋教授修路两个月,等完全修好,秋波都要过了,到时候交通不便,怎么住也得提前嘱咐一声。 众啊苗啊的,抓紧时间送过来宋教授可答应了,天南海北的得凑好种子呢。 于是,明明修路的通知还没下来,但此刻,整个老宋家都忙碌起来。 精气神与以往又大不相同,而直到这时,宋谭才想起来一件事,对了,今天中午屋磊带来一个朋友。 他朋友又带来两个人,说是市政采购的,问了一些家里种地的情况,还有难处什么的,也提了提修路。 小柱之书瞬间警惕起来,市政采购,市政采购哪有这个亲自考察的流程,他们也管不住这些啊,不知道啊,宋谭并不很在意,是不是的也无所谓。 而且我们也没聊什么,就是我爷爷把你一顿好夸,你看,你这大孙女儿当得可值得吧。 那是,小柱之书心想也是,此刻同样放下心来,咱都是一家人,回头你做这酱豆子高低分我一点啊,这,还用说。 宋谭无奈,你就是我家里,有什么没有分给你吧,那可多了去了。 小柱之书忧愿道,我这大热天的跑东跑西的,这爱条都打包出去那么几根了,也没见有我什么事啊。 宋谭,你可真是啥都不挑啊,给给给,这有三根你拿去。 小柱之书顿时笑嘻嘻地接过去,扭头又左看又看,你们家被刀放哪了,我给切成小爱柱送起来方便。 他自己可以到村里去蹭,这些嘛,当然是给几位爷爷们。 也叫他们小的,如今是这里没货,不是他弄不来东西。 他用老刀还是不很熟练,但慢慢地一点一点地切,倒也切出来满满一大盒。 刚好小张哥在这儿,只要挨个分几分出来,这份给遥远的爷爷们的礼物接下来就又不用操心了。 直到这时,乔乔才骑住他的三轮车满载而归。 车子后座上,两只竹篮压根装不下那么多的黄蒿,最后满满当当堆了一车子。 而等他将黄蒿都搬下来时,张燕萍和乌磊这才跟在后面回来。 进了院子,他忧愿地看住乔乔。 乔乔,我可是你表哥,轻的。 你看这个,他指了植物类,你们俩也有血缘关系的,轻表哥。 我知道啊,乔乔好茫然,我也没有叫你弟弟啊。 张燕萍气急,那你那个三轮后座不也挺大的吗? 黄蒿堆满了,我躺上去你带我回来,也没啥问题啊。 那不行乔乔摇头。 燕萍哥,你们干活又脏又丑,话还没说完,张燕萍就急了,脏一点怎么了。 这黄蒿回头拿水冲冲捂豆子,也不影响啊。 乔乔顿了顿,最后实话实说,可你们那么臭,到时候熏到大朵了怎么办? 熏,熏到大朵。 张燕萍愣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此刻悲愤莫名,你宁愿用大朵拉猪食狗饭将豆子都不愿意带我吗? 乔乔没回答,反而左顾右盼,看天看地,最后才小声道,可猪食狗饭都好香呢。 张燕萍,到底是错付了?再看乌磊,他恨恨道,你就没什么好说的吗? 乌磊茫然地抬起头来,最后一脸坚定地说,人家都说情场失忆。 商场得意,我跟莉莉分手之后就决定投身失业了,你看我这不是做得挺成功的吗? 今天都还能拿提成了,我没啥可说的,我很满足,他说完又欢喜地看住宋。 谭,我能拿多少啊?宋谭露出亲切的微笑,挺多的,他买了五金茶叶,五金银耳,五十个卤料包,五十包消暑茶, 还有五床草席,十个尾叉儿西瓜,甚至还在郭医生那里买了两瓶药。 乌磊越听越是两眼放光,这这这,这得十万了吧? 假如提成有5%或10%,那他,提成1%,你又预支了500还债。 宋谭拿出手机来操作一下,剩下500,刚转给你了乌磊哥,你好好存钱啊。 乌磊,两位表哥同时受到伤害,血缘关系岌岌可危。 还好还有水池里放着的一大堆黄蒿等住人收拾,宋谭很快露出了贴心表妹的笑意。 燕瓶哥,今天确实累到你了这样吧,你跟乌磊哥俩把黄蒿洗洗涮涮。 扑着亮下,接下来就可以休息了他,熟练地画住大饼,加着些许披尾的馅料,这也没什么活了。 你身子虚,明天你就负责网店吧,他给了张燕瓶一个眼神。 庞福在说网店现如今也没什么生意,刚好可以急急偷懒休息。 张燕瓶211的脑子已经被疲惫的乳酸堆积,根本。 想不出这是自己原本的工作,反而热烈盈眶。 还是他表妹好,知道他不是打工人的料,还特意安排休息。 而乌磊看住手机余额里的500块,这会儿也猛然松了口气。 明明假期才放了一个月,但他好像已经贫穷了好几年了。 如今,终于能有钱交话费充游戏,以及给莉莉。 算了,现在不用给莉莉花了,那就留着网购。 毕竟干活几个月,爹妈半点不贴,每个月的薪水都买东西了。 如今,身上的衣服、鞋子都要洗不出来了。 此刻,他熟门熟路地打开淘淘宝,原本是想要在以往熟悉的品牌店里淘鞋打着衣服,这是跟莉莉学的。 他觉得这样穿会比较体面。 夏天一件T恤打完折一百出头,也不贵,品质还挺好的放在以前。 月薪四千多养两个人的屋垒并没有决出什么不对。 然而现如今,他付款之前看了看余额,又不动声色地将页面退出。 而后看了看张燕萍身上的T恤衫,你这衣服在哪里买的? 哪买的?张燕萍想了想,他不工作,衣服损耗率是最低的,更何况家里以前那么多。 但在看看乌磊身上闲菜钱一样已经发出灰黄色的白T恤,他立刻热情地说道, 买衣服是吧?我跟你说,咱们男人穿衣服,一定要穿有质感。 那种走线歪歪扭扭,裁剪上下不齐的的T恤衫,根本不能穿。 乌磊也觉得是,但会不会也同样需要一两百块钱一件啊? 而这边,张燕萍已经熟练地打开好几个软体。 淘淘宝这几家纯色T恤,19到39的,做工品质没得挑,闭着眼睛买。 乌磊,最贵的才39,张燕萍又给他看第二个,裤子,看到没。 干活嘛,牛仔裤就可以,打折的这种,59,结实房蚊子和地里刮擦这个特价十块钱的大裤衩,买。 乌磊悠悠悠,59了,会不会有点太便宜啊? 张燕萍瞬间瞪圆了眼睛,哪里便宜了? 我们以前上大学的时候都是团购,拼刀刀七块九一件的, 买十件穿几次丢了也不心疼,毕竟你的衣服多洗几下也洗不出来了吧。 更何况裤子,59你买两条,偶尔偷懒晚点洗也不至于没穿的。 倒也是啊,乌磊看了看身上沾满的黄蒿之叶,此刻疯狂心动。 还有这个鞋子,9.9的拖鞋,还有这个49块钱的运动鞋。 品牌鞋呢,这不好住呢吗?买,买两双。 在这一刻,乌磊好像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而一旁的新军默默听着,晚上才偷偷问道, 你身上的短袖我记得好像是两百一件啊。 毕竟张燕萍在家里还是很受呵护的,吃穿从没亏过。 顶多是听些唠叨,张燕萍面不改色,你懂什么? 这叫兄弟情,他兜里就五百块钱,充九十九花费套餐,游戏六十八。 这可是我同学以前常穿的,准没错二。 反正,啊,乌磊这人他看透了那就跟成长期的小数似的。 非得隔三差五休一休才能直溜,不然就歪七扭八到处乱涨。 乌磊每个月那三千的工资,一定得叫舅妈存两千五百。 他这性格啊,就不能惯。 但此刻,乌磊是一点也不知道的,他只觉得自己以前错过太多。 都没发现张燕萍这么会过日子。 两人聊着天,把绿油油黄蒿在水池里又泡又冲的, 免得上头留些什么蜗牛虫子之类的,顺带挑解那些老制条丢掉。 等泡了半个小时,才捞出来。 五、六点钟的太阳仍旧热辣辣的,空气中的温度简直像是要灼伤人。 这些黄蒿被野草随手一闸挂在绳子上,热风一争,不到半小时,就一点水珠都不沾了。 七表爷过来看了看,这才喊着送坛,坛坛,把那刚擦前进送坛将墙脚纳。 口缸的盖子掀开一瞧,这可是昨天采洗前进量前的,如今也前进得很。 七表爷这才一声令下,来,铺黄蒿五豆子了。 被热气蒸腾的稍稍有些尾的黄蒿被整理一下,先在缸底铺了厚厚的绿油油的一层。 紧接住,又将那些晒得钱巴巴的豆子倒进去铺上一层,然后再跟上一层黄蒿。 就这么一点一点反反复复,直到第一天晒前的豆子全堆进缸里。 而那满满一车的黄蒿也铺了个前前进进,七表爷这才满意地将缸扣好。 并再次端详了一下这片地方,确定一整天都不会有太阳晒过来,他这才点点头,行,就这么。 先无几天,小顺你再去看看西瓜酱豆怎么样啊。 西瓜酱豆需要的湿度大些,煮好了就放在竹帘上铺住,为了保湿还盖了层纱布。 不用他吩咐,王小顺刚已经进屋看过了,我看了,温度合适,就没再反他。 行,七表爷也满意,这天气,五两天就差不多了,你山上捂的那些普通的酱豆都咋样? 我知道我知道,乔乔是给钱师傅搭把手的,这会儿最是明白进度。 此刻举手发言,半面的酱豆子还没晒好,但西瓜酱豆已经捂得很好了,过两天就好倒是。 宋坛有些忧虑,小顺哥,我瞧着你跟钱师傅的样子也不像是要在我这掌干,顶多在这前两月。 之后到时候山上忙了,总不能再找厨师吧。 这你放一百个心,王小顺拍胸脯承诺道,我师傅来之前不是跟宋师傅商量好了吗? 他干两个月,回头我大师兄就过来以后啊,他就负责咱们食堂的伙食了。 八月的第一天,仍在坚持。 能行吗?宋坛有些迟疑,毕竟穷乡僻壤的,怕人家坚持不长久,平凡换人也烦得慌。 怎么不能行? 王小顺说,师傅一早不是跟宋师傅说了吗? 他看向七表爷,却见七表爷点了点头,谈谈,老前的徒弟,你还是可以放心的。 王小顺也赶紧解释,宋老板,我师兄来是打算在这儿长干的,你别嫌弃。 他上个月初做了甲状腺手术,现在还在休养中,就不想再在饭店上班了。 师傅这回带我过来,也是听宋师傅介绍,专门给他找的好地方了。 你瞧,我们这就来对了吧,您尽管放心,我们大师兄不光做饭一把。 好手,管厨房也是一把好手,他有钱,肯定不会动厨房的东西的。 也正因为是好品格的大徒弟,钱师傅给他选的地方才慎之又慎。 宋坛却是意外惊喜,凭钱师傅和王小顺的本事,有钱那是必然的,有钱了,摊他们住乡下撒瓜凉枣的可能性就低。 而对方能管理厨房,那简直又是意外惊喜。 好好好,只要有本事,宋坛是来者不拒,顺带还贴心问道,带家属吗? 需要给安排个活吗?不带王小顺赶紧说, 大师兄的女儿今年上高三,他家里人得陪读。 明白明白。 宋坛美滋滋的,你们没事在山上看住,也提提意见,那边不正该宿舍吗? 有什么想法尽管提。 等咱大师兄来了,想住哪间屋随便他选,肯定是个大的单人房。 按照规划,他山上的宿舍是有多人的,但那是给普通帮工的,自己人待遇肯定又不一样。 行,王小顺笑咪咪的,你找了工程队还真挺好的,我大舅哥是做这种水泥建材的。 多少也懂点,瞅着用的材料都不差就是我想问问,到时候大师兄来,能不能用你家的食材给自己开小灶啊? 当厨子的,碰到这等好食材,哪个能忍得了? 照理说不合适,毕竟山上这么多人,自家食材的味道多香。 叫大伙闻住了,哪能招架得住? 但,管理厨房,再加上做饭,两个活集中到一起,只开一份工资。 行,他好像爽快的一下也没有遇过,咱大师兄自家人吃咱自家的菜,还用单独提吗? 王小顺瞬间乐开了花,他心想,怪不得师父骂骂咧咧的还是过来。 估计也不光全是为了送师父,分明也是想给大师兄找个好地方。 送谭一家人,太厚道了。 七表爷听见这话,心里怪不适自卫的乔人家老钱,徒弟一个一个的收,人品是个比个的好。 轮到自己了,大半辈子就收那么一个徒弟,当亲儿子教的,灵了还是个白眼狼。 这显得自己眼光多差啊,他气哼哼道,马上太阳落山凉快下来了,你们也别闲着不是说地里的冬瓜多吗? 乔乔,带你小顺哥去多摘几个冬瓜回来,还有啊,摘完了你也上山去。 好好跟前师父学着点。 这老东西,过来帮个盲谈合作不说,还想把自己徒弟也塞过来,这不是明摆住叫他眼红吗? 哼。 而乔乔点点头,乖乔道,好啊。 不过前师父说我又乖又聪明,让我六点三十分再去找他,工地吃饭时间晚我先去摘冬瓜把他亲。 玲玲的大眼睛看住七表爷,还带着微微的疑惑,似乎是在说,表爷你怎么不夸我? 这看的七表爷更加呼吸了,这老钱,天天就会这甜言蜜语的,也不知焦没焦瞧瞧什么东西。 他气哼哼地,赶紧地摘瓜去,我去半点石灰水。 石灰水? 终于忙完的张燕萍收拾前进自己从楼上下来。 此刻瞪圆了眼睛,做啥还用石灰水,这不是投毒吗? 七表爷从来就闷闷的,文言更是没好气到,不吃拉倒。 王小顺连忙打圆场,误会了误会了,这说的是食品级的生石灰。 再是食品级生石灰也不行啊,张燕萍很是警惕,生怕吃到什么不该有的配方。 这一下子,连新军都没眼看了有些人啊,时间久了,不动脑子,真是退步了。 换放价钱的张燕萍,这话绝对不会说出来,一定是跟自己一样,在家里折磨傻了。 他叹口气,解释,食用级生石灰就是碳酸钙,你是没吃过钙片,还是小还是小时候没喝过补钙的,这东西就是原料张燕萍。 哦,他哄哄的,那早说嘛。 这会儿见识不妙,一六言的窜进厨房表现了。 七表爷,你这生石灰放哪了? 我给你道,七表爷呛他一眼,这才慢悠悠走进来,不急,生石灰不急,等我看看冬瓜有多少再说。 来,晚餐准备做了,你先顺带煮饭吧。 张燕萍,得刚洗得早,又要做造钱了。 但他也瞧出来七表爷心情不怎么美妙,到底是衣室父母,此刻只能坐在那里,乖巧地网造里添柴了。 而没过多大会儿,就见乔乔骑住他心爱的大度回来了。 后边车窦里,足足放了七个大冬瓜。 一个都差不多得四五十斤,让七表爷瞠目结舌。 这冬瓜糖,不是说一人吃个一两根尝尝味儿吗? 弄那么多,你们能吃完吗? 好在冬瓜表皮只要没破损就能放一阵子,倒也不住击,乔乔也委屈。 可是,可是地里真的好多好多啊,我们挑了几个大的回来了。 剩下的还够吃好酒,没关系没关系,宋坛安慰他。 山上,盖房子,门口马上要修路,下半年他正准备大展身手,缺的就是钱。 这会儿看什么都惊灿灿的,此刻毫不犹豫,做,都做了。 多的咱拿出来卖吃不了一斤,还吃不了三五根嘛,回头十块二十的块钱一小包,放咱网店绝对能卖不少。 七表爷,而王小顺左看右看不知怎么的,他突然觉得大师兄将来在山上食堂干活,彭扶还要轻松很多啊。 这冬瓜实在太大太沉,轻辟上附住浅浅的融融白霜色,颜色清新,可抱起来却够呛。 最后,还是宋坛和乔乔俩把他们放进水池里挨个洗前净。 而七表爷和王小顺在带上干完活的乔乔,三人三个案板齐齐开工,先将冬瓜一圈圈地切下来。 接着再去皮,切成一厘米厚的方块,最后再切成一根一根的冬瓜条。 别说,冬瓜里头颜色轻中透白,又带点朦胧的透明感,一小条一小条地堆在那里。 还真挺好看的,厨房里刚腾空用来放豆子的那些的大盆小盆,很快又再一次被堆得满满当当。 而这头,七表爷翻箱倒柜才凑过那么些生食用级生食灰。 直接找了个不锈钢的大桶,再往里头一盆一盆的加冷水,这头凑了满满一大桶。 接着用他的大汤匙努力搅拌透,等到冬瓜切出一盆又。 一盆来这边的石灰水也浸着好了。 他和王小顺都没动,只浇着桥桥拿着瓢,将上头那层水咬出来,倒进盆子把里头的冬瓜条泡上。 最后再一一封上保鲜膜放在那整整一桶的石灰水也见底了。 只剩底下白色的熟石灰,这玩意儿基本上用不上,直接捞出来扔掉了。 等是全部办完,时间也不够才刚六点。 七表爷琢磨了一会儿,发现有宋坛和乔乔在,力气活有人钱了,他好像也没累住啥。 不错不错,虽然自己挑徒弟的眼光不怎么样,可给自己挑的养老弟,那确实没得说。 此刻得意洋洋地背起手来,这么多冬瓜能卖啥,不是说地里多吗? 明儿,再摘些回来,对了,坛。 谈你去镇上顺便再给我买两包盛饰灰来,可千万记得买食用的。 在那些边缘处切得不算规整的,他也没浪费,只抬抬下巴吩咐王小顺。 把剩下的收拾收拾,晚上做个青炒冬瓜,再点两滴小摩油。 一边说着,一边还对王小顺得意地笑,你师父这人啊,挑人可以,挑菜就是没眼光。 你看看,你们俩这辈子都,没有看过这么好的食材吧? 我跟你说,这小摩油也是新炸的,自家打的芝麻,就炸出来那么一小瓶,剩下的没舍的。 反正啊,晚上做菜十点两滴,你就知道啥叫香了。 王小顺脸上笑嘻嘻,心里却想,有啥了不起的,回头等宋谈家的菜量种出来了。 他们回饭店也照样能用上,想起客似云来的红火样,他这会儿好险收敛不住脸上的笑意。 而此刻,远在隔壁的隔壁的江北省的宋教授师徒们捧着饭碗对尸一眼,脸上都是如出一辙的苦闷。 叫主人家看到了,连忙问道,咋了,饭菜做得不好吗? 没有没有,宋教授赶紧说,不是饭菜,就是想着这些苹果树怪可惜的。 其实就是饭菜,才走两天,这就想得不得了但总不能说人家的饭比不上别家吧。 而对方也松了一口气,那就好,我还怕你们现在埋怨我。 对方说着,总莫名有些心虚,这有什么好埋怨的? 宋教授笑了起来,得先恭喜你,可算日子能好些了。 回头拿了钱,千万别听人家蹿跺去赌,去投资什么的老,老实实给孩子准备个学区房,剩下的能存就存起来。 不存,就买点商铺经手是什么的都行。 我懂枪,那男人笑了起来,自从拆迁的消息一出,这户口一锁一冻结。 我呛着村里来的陌生人都不少,还有,那赌牌的牌桌,玩得也越来越大,咱家可不行,咱家这才缓过气来,可不敢这样。 说话的,是宋教授以前指导过的一个江北省的农民。 那会儿对方回乡创业,也是破釜沉舟。 在宋教授等人的牵线介绍下,精心买了一批三年的苹果苗。 嫁接,修剪,施肥,费尽心思地伺候了三年,眼瞅着今年要到出国期了,咔嚓一下,天降一个好消息。 他们这片要拆迁了,包括他十六亩的苹果园,就问,搞农业和当拆迁户,哪个来钱快又多? 不用想,那一定是当拆迁户不止他们老宅的补偿,还有别的什么的多赔。 就说苹果园,不光征地有赔偿,果树也有赔偿像这种出国期的苹果树。 一棵能赔九十块,光这树,那都能再赔个七,八万块。 可是,做农业是真的苦,而且他们这拆迁之后,附近也根本没有合适的果园能够让他把果树迁移了。 偏偏这个节气,也根本找不到要果树的买价。 这不,老早就发朋友圈,说打算果树送人。 刚发出来,恰巧叫宋教授看到了,问清楚拆迁时间后,特意拜托对方别送人了。 留下来给他。 如今,宋教授千里迢迢过来看果树,这家主人也是满心唏嘘。 宋教授,别的话也不多说了。 当初我回乡创业,众木尔赔个半死,都是你手把手教我赚钱的。 后来这果树也是你又考察天气,又看土壤,最后还牵线搭桥。 还专门找了好的只子安排嫁接。 我这么几年,要不是你得帮忙撑着,我真不一定能熬得下去。 如今倒好,眼看着能丰收了,自家却赶上这好事他琢磨着。 对宋教授来说,难免有些心血打水漂的感觉。 如今承诺,你放心,这果树你说要了,那就都留给你。 一棵也不给别人。 说实在的,他也不耐烦给别人。 这相理相亲的,沾清待故,人人都想图便宜,偏偏有些人贪心不足。 拿了他的免费果树,还想往别处去卖。 再要不就是听人家消息过来,还问他怎么不把果树挖出来。 不然这么大棵,他们挖不动。 这可叫这男人气的,我这么好的结果的果树往外送,你还。 问我为啥不帮忙挖? 怎么住,我再安排车子给您送回家去种好。 对方还不乐意,一路嘀嘀咕咕,说都要拆迁了,还在乎这点小钱。 反正自打这是发朋友圈之后。 好话没听两句,牢骚倒是接受一堆。 说实在的,宋教授张口说要,他心里松好大一口气呢。 第719章719,苹果树。 当然了,如今三福天,绝不是苹果树移植的好时机。 而拆除这边也才刚走过冻结户口和初步一架的阶段。 如今对方陪送教授喝着酒,拍胸脯承诺道,您放心。 拆迁一时半会儿还到不了我家,等到三福天过去。 温差一上来,什么时候要果树,我这边都能安排。 就是吧,他这果树如今正是结果的时候,今年不光要平白修剪了。 而且因为果树已经长出规模来,如果要运的话,路费得花不少钱。 还好,宋教授是真心实意替宋谭经打细算过这果树今年秋移栽过去。 经过易东的养护,凌春五月开花结果,甚至养护得当的话,能够无缝衔接进入胜过期。 经济效益远不是如今的路费可比。 更何况运送修剪时,他们也会逐一将枝条都重新整理一番。 到时候,还得麻烦你啊。 宋教授叹口气,我到时候派我学生来跟工人们指导,这部分开销我们来出,只是还得麻烦你找几个干活的人,毕竟我们在这边不熟。 放心。 对方恨不得将胸脯拍得震天响,此刻两眼全是憧憬的光亮,都交给我,保准给你办妥妥的。 宋教授这才露出笑意来,交给你我肯定是放心的。 这么多年来,我也接触过不少果农,你家这片果园伺候的是真周到,还特别惊心要不是这拆迁。 最迟三年,你的日子照样能红火火了对方哈哈笑了起来,现在不成了。 没有,年轻时那个冲进而了等拿了拆迁款,我先给我孩子老婆学区房医疗啥的多安排妥当。 手头要是还能剩下鞋,我就再去包一回果园这回有以往。 的经验,肯定能做得更顺畅,到时候还得麻烦您再多指导。 不要钱的圣果妻成品果树可遇不可求,饶是宋教授人脉惊人,如今也只恰巧碰到这一处。 等确认了这边没有问题后,师徒四人又连忙往回赶去,明明在宋谈家也没待两个月,怎么如今就离不开了呢? 而等他们连夜奔波回到家中时,天边晨曦刚录,七表爷才刚推开厨房的门,正招呼住乔乔王小顺他们几个,把昨夜石灰水泡的冬瓜条都给捞出来。 这又是一个大工程,几人哼哼又端住一盆盆的冬瓜条,蹲在水池边和莲花婶儿一起,配合着一遍遍讨喜。 食用级生石灰水泡柱能叫冬瓜条的口感变脆,偏偏他们洗的时候还不能太暴力,免得弄断了影响外观。 一群人围着水池子蹲下,哼吃前了一早上,这才把他们全部都涮洗了两三遍。 宋教授进院子时,搁几个正合伙再把冬瓜条倒回盆子里。 重新用清水泡着没错,这东西吃着不贵,还不甜,做法也简单,可就是全靠耐心耗着,动辄一个程序十几个小时。 我的张燕萍和乌磊那是后悔不迭呀,说好了今早不工作的,怎么吃口饭的功夫又被逮捕了? 这是在做什么? 燕燃好奇地过来瞅了两眼,又要做什么好吃的吗? 瞧瞧点点头,燕燃姐姐,我们要做冬瓜糖,你是不是喜欢吃啊? 谁的童年记忆里没两根这东西? 燕燃瞬间后退两步,退,退,退,我不吃,这太甜了,倒是汤小冬挺感兴趣,我们同学说,用这个煲绿豆百合甜汤应该还挺好喝的。 冬瓜糖煲汤,七表爷有点沉默了,山村出身质朴如他,果然没想到这世界上吃东西的法子都千奇百怪,大家什么都敢识。 倒是麒麟有些不好意思,我喜欢我们那边山区,躺在我小时候挺珍贵的,等坐好了,要是有多的,我买点寄给我爷爷可以吗? 肯定有多,第一,七表爷抬抬下巴,叫他看面前一个个的大盆子,都堆这么多了,你看家里人能吃几根。 而这头,宋教授已经在顾不得寒暄了,他年纪大,耐性不好,早已从厨房熟门熟路的端碗粥配咸菜。 一边吃的稀里呼噜,全无半点形象,一边还不忘对宋坛说道,宋坛,接下来你呢,山上可要花不少钱等会我给你列个单子,该买的就买上。 如果找不到合适的管道,问问燕燃他们,他们都熟。 他是真的馋得慌,这会儿迅速前掉半碗粥,又回厨房拿了的南瓜膜。 之前咱们讨论的,山上的规划图里不是有四个特别大的发酵池吗? 叫他们抓点紧,房子慢点盖,也得先把池子盖好,马上就得用上了。 南瓜膜塞在嘴里,说起话来含含糊糊的,宋坛茫然了一瞬,这才想起来宋教授的确确实实提议过指示。 他原本想着,最大花效应该是种苗之类的。 怎么如今听来,还有别的? 只听宋教授说,原先我跟小燕他们几个觉得,你这山上条件好,又有自己的培育法子,本来不想做得这么繁琐的太废人工了。 你们现如今人工少,真的不合适。 可是那天MCN机构不是提到这一块了吗? 确实是我们疏忽了官方鉴定的重要性,既然如此。 咱们这样的品质,要评就得评。 世界顶级的,绿色生态评选,要求会比普通的更加严苛,宋坛瞠目结舌。 世界级,虽然他自己知道自己的东西天下第一好,但,你们也太敢想了吧? 世界级,那流程岂不是要走得繁琐死了? 光一个绿色生态,就得有人上门来考察种植环境了。 也亏的是明年才来评选,不然就他们家这粗糙放养的样子,绝对是过不去的。 宋教授却自信地笑了起来,你呀,别小看咱们如今的实力准备工作先做好。 剩下的一步步来,放心吧。 他笃定道,到时候你这山上还真得不少人干活,前期投入也少不了。 所有的大饼一旦提及预算,都会让人瞬间冷静下来,宋坛也是如此。 他想了想,谨慎发问,成本会很高吗? 不会宋教授的温和神色很容易安抚他的心。 这边山地丘陵,没法自大规模做科技农业,还是以人工为主? 在这种情况下,你最大的开支也就是人工费用。 其他的成本只是可能不在你的预算内,但我大概算过。 你能承受,既然如此,那就做。 宋坛也毫不犹豫。 他笑嘻嘻道,谁让这么巧,我也觉得我是世界上最好的。 别的不说,按宋教授的规划来,就算自己以后做得多红货,都不会有人怀疑他是怎么能得出这样得天独厚的浓作物口感的。 这可比现在已经能控制局面的几千万贷款谣言更加可靠,而且能一劳永逸。 政策扶持,相亲的谨慎与重视,还有名正言顺地铲除各种好东西,这些都是目标达成后所能带来的优势。 宋坛承诺,你有什么想法,尽管说能做到的我尽力做。 不能做到的,他左右看看,做贼式的凑。 过去小生说,不能做到就瞒着我爸妈贷款呗。 嫣然抿了名嘴,宋坛,你是不是没有仔细了解老师啊? 宋教授除了是相关行业的规则标准致点人之一外,也是国家重点项目,后继种子实验室的发起人。 你放心吧,前期投入虽然会多一点,但后续能给你带来的,绝不止止这一点这话一说。 原本乐滋滋看谈谈心痛却又不得不花钱的张燕萍,手里的冬瓜条都瞬间跌回水盆里了。 他愣愣地看住宋坛,这意思是,毕业多年,我又要参加国家级计划了,真要说的话,这不比我考工有前途啊。 虽然但是吧,这怎么,能不算参与呢?扫地也是贡献力量是不是? 而他表妹这里,又岂只是个简简单单的家庭农场啊,艳然失笑,那你多想想,还能再美一会儿。 转而跟宋坛说,之前跟你商量冬春记在帝都的那次交流会,也是产业内部非常有权威性的。 顿了顿,他补充道,全球级的,张燕萍欣喜若狂。 倒是新军若有所思,真要这样说的话,谈谈,你能不能叫阿姨帮忙打听一下,咱们村有什么宅基地可以置换给我的吗? 张燕萍倒抽一口冷气,好家伙,你这暑假运动没白算账,怎么算钱的速度比我还快? 这么快就找准发财的机会了,他也要,而宋坛站在那里,对着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消化了许久。 此刻也惊喜道,我对这行也真是没太关注,你们怎么不早说,前两天山上老徐还问我,到山顶开了个小井口的那块平地,要不要再多盖几栋厂房或者宿舍楼? 我还琢磨着一时半会用不上全都给回绝了,如今,看来这还等什么,他二话不说拿出手机,徐经理,吃饭没,麻烦过来一趟咱商量点事。 而宋教授却呵呵笑道,你别被小燕吓到了,这名字听起来好像怪了不得的,实际上做的活也都是跟田地打交道。 我们留下来的主要目的,还是想利用你们家这得天独厚的优势,把我们的名片向全球铺开,届时入国,能改良出更优势的种子,我们面向国际就能掌握更多的主动权。 相应的也能换回更多的种子,至于,这家庭农场怎么发展,重点在哪里,做主的还是你。 甚至即使明年你想再扩大规模,包下更多的荒田荒山,都不会对我们的合作有任何影响种子实验室,又不是说非得在他们田间地头,严密封锁,盖个建筑来。 他要做的,就是保留更多更稳定的传承。 他一边说着,一边看住张燕萍和新军,你们两个小伙子头脑倒是灵活。 不过年轻人,还是城市里的教育医疗优势更大,宅基地这事,能不能置换的也不必强求。 就像谭谭说的,他家里,山上,那么多厂房宿舍,还能少你们的房间吗? 张燕萍本来想说,那不一样,自己家里头肯定还是更随心所欲自在些,可转念一想住着是随心所欲,但吃饭再从自己家走过,来到这边蹭饭。 那脸皮厚度恐怕又得翻上一番了,他和新军对视一眼,瞬间又消停了下来。 而这头,负责人老徐已经匆匆从山上下来,正琢磨着蹭口早餐呢。 就听宋谭把他的设想又说出来,老徐精神一震,你说真的,那另一处山顶,占得可有两千多平方呢。 何况山头自有一处井口,正源源不断地出水,生活设施的配套会更加简单。 如果他们接下来,今年下半年就不用愁了。 不过老徐氏厚道人,也怕一连串地盖房子,把宋谭家底儿都掏没了,影响他的尾款。 此刻他诚恳建议道,我觉得,山顶咱们先别动按部就班把这边按原来的需求给盖好, 然后再把老爷子的老宅翻修一下子,等到这两项任务结束了。 我猜你这边应该也能开始再卖点产品了,金钱充足的话,那头山顶的住宅就可以修得更好一些。 最起码,听宋谭的意思,到时候总有些人是需要住得体面一点, 肯定不能像这边厂区一样,几人合伙一个宿舍吧。 慢慢盖着完全来得及宋谭算了,算,手头的钱,此刻也终于缓缓吐口气。 天知道,他刚才跟宋教授说银行贷款,那可是真有着念头的。 可任谁也知道,以他现在,农场的价格怎么也带不出来几千万。 愁住呢,这一大早上,可过得惊心动魄啊,感觉未来事业都做得更高端了。 他们这哪里是窝居在农村,分明是重点项目应有的隐蔽和奉献。 对了,直到这时,宋谭才想起另一件事,宋教授,还有什么需要安排的吗? 小柱之书说,室里头已经批了修路了最晚半个月,这边一定能开工的。 到时候车辆行走,就得从隔壁上唐村那边绕,怕是要比现在麻烦一些修路。 宋教授惊喜道,你们这边施政的效率很高啊。 他,满意极了,等等,吃了饭我们就去整理一份材料单,不管怎么说。 先把东西准备好吧,他们也要大干一场了,第720章720,冬瓜堂的繁琐。 宋教授说大干一场,接下来一整天除了吃饭就没出过屋子,他的学生们也是如此,连田野健壮,都不敢再去上课了。 实在是他们露出的只言片语,讨论的东西十分复杂,什么鱼粉,什么落叶发酵,还有天会绿汁,发酵辣椒提取液之类的。 听起来都认识,和义气就显然不是他能驾驭,的,老师孩子闷不吭声,只好工作。 池塘边的鱼心草采得差不多了,他看住厨房里萤火的松茅树叶不多了,再想想几位老师讨论的落叶什么的,就钱翠拿着耙子和麻袋上山了。 而山上的钱师傅,此时也正助手大干一场。 首先,他把之前捂的五百斤豆子用三轮车运到山下来了,这豆子他是要做西瓜酱的, 个人习惯不同,他捂豆子的方式也跟七表叶不一样。 但相同的一点是,白色的米蛆菌发酵出来后,也是要晒钱的。 只是山上建筑队的老徐也不知道打了什么鸡血,本来那么大一块平整的地方。 他这临时厨房就定在那里。 虽然偏僻些,可不会被工地的灰土影响,做菜吃饭也前进, 但如今倒好,就在这个厨房边上,挖掘机哼哼哧哧地挖住大坑。 边上还有人准备着电层和铺混凝土,这搞得呀,再怎么都少不得沙尘灰土。 以至于前师傅做酱的地方都只能往山下挪。 这不,那发酵好又晒了半天的豆子被麻袋这么一桩,又用三轮车给运下来了。 罗来了,他也没立刻就开钱,抽空还不忘跟宋坛说道。 宋老板,你找的帮工干活可勤快了,我看啊,你回头跟人家聊聊,可以一直留人家在这前伙,是真挺勤快的。 他说的是迪小凤,前师傅观察一段时间,发现人家虽然打扮得挺讲究,穿精带银大裙摆,可干起活而来却是潜脆又利落。 相较之下,那真是比之前那的迪小额好一百倍。 当初他来的时候,宋坛和钱师傅说的工作内容,都是给山上的工人们做饭。 他打个杂,顺带住洗菜刷锅煮碗。 但钱师傅存心表现,这会儿又是晒酱又是捂豆子的,工作就平白增加了许多。 虽说倒是没什么壮劳力活,就算有也轮不到小凤可收拾豆子,繁琐细致,也需要一些大力气。 老实说,天气这么热,还是很几分辛苦的。 但迪小凤也没有一丝一毫怨言,反而做得相当踏实。 他的想法也简单,这里这么多人,他前夫那个耸淡,不敢来。 钱翠好好表现,多赚钱。 等孩子上了大学,他要是能稳住在宋坛家工作,那还用操心什么吗? 孩子自己就能奋斗出来的。 这种重复杂,钱师傅不一定能透彻理解,但要说眼光,他真比气表也好多了。 宋坛也对迪小凤印象不错,此刻看了眼戴着草帽,正将那豆子从麻袋里倒出来的迪小凤,默默点了点头。 迪小凤却并未察觉。 他一边撵住豆子,看了看钱湿度,转而又问道,宋老板。 西瓜今儿就运过来吧,这样明天一大早咱们就下降,不耽误,刚好能晒一整天。 我看到了天气预报,说半个月都没啥雨,正是晒降的好时候呢。 钱师傅点点头,行,你费心了,转头给宋坛使了个眼色。 宋坛也点头,好,刚好我订了几口晒降的大缸,叫人家一起运过来吧,毕竟山上五百斤的干豆,山下。 五猪豆子和西瓜酱前后用了,一千多公斤。 没几口大缸,那豆子都没地方放了。 如今啊,光是西瓜酱都需要千把斤的西瓜来配,这可是个大生意。 宋坛找卖瓜苗的打听一下,人家分分钟就能叫人连车带瓜送过来。 还算他动了点为数不多的良心,买来的是五子西瓜虽然价格也相当普通,但做酱嘛,普通豆子配普通西瓜,没毛病。 如今是西瓜泛滥的季节,也是最不值钱的季节,这大堆的西瓜运过来。 甚至都不用运到屋里去,只需要在院子外头找个阴凉处堆放住,再遮防晒遮阳布,明早就能直接用啊。 倒是他们捂的酱豆子,因为工序跟这边有些颠倒,暂时还没好,不过也不急。 七表爷正一门心思折腾那些冬瓜糖呢,暂时也顾不上他,不,一盆盆的冬瓜条泡着清水,铺盖保鲜膜,放在厨房的角落空调呼呼对住吹。 大夏天的,摸着盆子清凉清凉的,跟冰箱也没差了。 这么一来,这批冬瓜糖的品质应该会更好啊。 一大早,张燕平就又一次被薅了起来,守着炉台烧热水。 手里还拿着半个吃剩下的葱油花卷,神情呆滞。 面前热烘烘的炉台里要不停添柴,偏偏他还没法抱怨因为王小顺和七表爷守着三口大锅,正将泡好的冬瓜条依次焯水煮熟再捞出。 大家都工作儿,网络商店什么都没有。 他他他,他也没法子说啊,倒是那些汆烫的冬瓜条,真好看。 白中饭清嫩色,朦胧透光,带着天然的湿意。 被捞进朴素的不锈钢盆子里,让人一看,就口舌生惊,忍不住幻想他的美味。 然而带到汆烫好水的冬瓜条在空调间放凉之后,眼睁睁看着七表爷一把一把的往里头层层铺白糖。 什么诗意都化作了牙根的刺统,甜,真的太甜了,不用吃就知道特甜。 倘若这时有直播,恐怕致死量三个字会刷满荧幕。 等到这些冬瓜条和白糖层层铺好,再次用保鲜膜盖上推回墙角时。 张燕萍还叹息一声,真难啊,不就是个冬瓜糖吗?三四天了都没收拾好,这工序也太麻烦了。 那是七表爷也嘀咕,谈谈这性格,放我们那时候压根就重不好的。 说风就是雨的,他知道什么,他光想着吃,这,领导一张嘴,底下跑断腿,我咋办呢?谁让我就是个打工的呢? 打工小老头一边说着,一边忍不住又琢磨着,好长时间没吃苦瓜了,辣椒吃多了我有点上火,中午做个苦瓜酿肉吧。 张燕萍,宁乔家里其实喜欢苦瓜的并不多,但偏偏这个就由宁这位打工人来掌控,而他如今守着灶台没发言权,明显是个更可怜的长工了。 第721章721,储蓄罐都砸了,而冬瓜糖的最终成功,则是在第四天的早上了。 一大早,乔乔就忙起来了,他拿着手机支架,一会进厨房看看,一会儿又往院子外头看看。 实在不知道要教小朋友们做哪个,团团转得满脸茫然,住时有两分可怜。 最后还是张燕萍劝他,这两边都是重复动作,你可以先去播西瓜酱。 播完了再来看冬瓜糖,我昨天把链接做好了,下播之前顺带一起就能卖了,至于,将豆子和西瓜酱, 这东西最起码要晒个把月的,都没有包装,还是先不预售了,叫顾客们先存钱吧。 可怜见得,自打知道他们田园济世以后,小金库怕是再也没满过吧。 乔乔果然虚心受教,又双勇士猝不及防的清晨五点开播。 在村里,这个点大家都起床吃完饭准备工作了。 城市里,大片大片的夜猫子还在挣扎,直到手机弹出提醒来。 您特别关注的主播田园济世开播了,快来一起。 夜猫子们,震惊但又好像没那么震惊。 狂喜,但又下意识看了看余额。 但总之,我昨晚熬夜一定是上天预告,我的心上人会在五点打开直播。 瞧瞧老师,你看到了吗? 我一夜不睡,就是为了能看见你一面。 卧槽怎么这么多西瓜,是要卖吗? 卖卖卖,西瓜了。 可恶,明明有这么多,为什么只卖那么几次量还那么少? 这回不要讲什么运费,明明都是我们自己掏的。 西瓜,西瓜,我一定要吃。 朱军,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早起的鸟有虫吃,不睡的粉丝有刮买,买不起呜呜呜。 我就不信这直播间那穷人救我一个。 还有我,直播看了几个月,至今为主播花的钱没超过一千。 倘若我上学时有这个意志力,如今何愁找工作? 因为西瓜太多了,乔乔也在帮忙工作张燕萍同样守着炉台,没功夫多做关注。 这段直播便又维持着一贯的老样子,主打一个猝不及防和不看弹幕。 只见乔乔将手机架好,这会儿坐在凳子前也帮忙切着西瓜,他如今刀工相当娴熟。 那带着翠绿花纹的大西瓜咔嚓一刀切两半,再毫不心疼地直接拿刀切下厚皮来,根本不顾直播间的误会和一遍遍的爆点天雾弹幕。 而那边,丁小凤就跟住将大块的西瓜肉切得更小快一点,推进一旁的盆子里。 而从未在直播间露面的前师傅则有条不紊地准备各种配料葱、姜、蒜。 花椒八角,还有一袋袋的食用盐等,按照比例一盆一盆的备注。 这流水线工作机械简单又高效,做起来还蛮有成就感。 等到前师傅迅速将配料按重量配好,他就立刻赶着瞧瞧。 好了好了,我来切,你不是要做那什么直播吗? 直播去吧,前师傅可不是七表。 爷那种觉性子,瞧瞧在山上帮了一段时间,他可喜欢这白金又勤快的傻小子了手艺是没少交。 可真没舍得叫他工作,而一旁的迪小凤,哎哟,他女儿跟乔乔差不多大,如今看乔乔能不喜欢吗? 那白嫩的手多洗两回锅他都怕烫到了,这会儿更是配合前师傅。 对对对,你赶紧直播去吧,瞧瞧这才后知后觉他又把小朋友,闷给忘了。 于是赶紧站起来解释道,小朋友们,这就是上回没有做完的西瓜酱。 现在豆子已经捂好,也已经晒钱了。 他将手机推进,直播间众人很快便看到那一盆盆泛住诡异黄绿色的钱豆子。 啊,这,看起来像是发霉了,这都长毛了,能吃吗? 能吃,可好吃了,我妈妈做得特别好吃,我老家以前也做,现在都没人做了。 好像跟我老家的方法有点不一样,不过,主播家出品应该都很好吃,上连结上连结。 而乔乔熟练地把豆子哗啦啦堆到波及上,现在我要把豆子上的米曲菌抖一抖,不然太多了,影响未到他往前走了两步,站在下。 风口,两手抬住波及,匀速地上下颠簸,然后眼看着青黄色的细微粉末随着风呼啦吹走。 很有意思,乔乔的精神头越发旺盛了,哗啦啦的豆子和波及的击打声,在清晨格外韵律。 若不是在晨曦中那扑灭而来的黄绿色烟尘彭扶要呛人一个大跟头,恐怕只听声音,还真能在催眠一批观众。 悄悄地力气大,动作也利索,这豆子上捂出来的毛毛之前就被手搓过一遍,如今依次搏一下,虽然挺费时间,但对他而言,也并不算累。 主播好毕丽,我一早上了,几百公斤的豆子,真的不累吗? 废物看住自己昨天撸铁后颤抖的胳膊,哇的一声哭出来。 乔乔老师是真的力气大啊,那慧儿看他上山拎黄泥土就看出来了,而直到这时,乔乔才腾出空来跟直播间说话。 小朋友们,这些是普通的西瓜酱,西瓜是买来的,但是晚一点我们会做自己家的西瓜酱和酱豆黄豆乔乔哥的,西瓜是乌磊哥摘的,肯定特别好吃。 他认认真真,一字一句,虽然没有半点美食的描述,可就这么一说,直播间众人就立刻幻想起来。 到底有多好吃呢?应该会比青椒牛肉酱更好吧? 一定是的,这梦还没醒过来呢,就听乔乔又说道。 但是都还没做好,西瓜酱和酱豆都要晒一个多月的,所以今天就先不卖了。 不卖了?我储蓄罐都砸了,你跟我说着,老爸的私房钱都被我从冷气后头抠出来了。 怎么就不卖了?主播你真不是人啊,是不会做预售吗?是客服还在休假吗? 我可以,让我来,不要工资,晒假而已,你现在先上链接,我可以等。 主播,做生意要趁热打铁。呃,观看人数才一万多,大早上的,称不上热吧? 你这么聪明,是新人吧?我一听这叛徒的语气就像新人,来人,插出去。 一万多人少吗?少就对了,少才能抢喂喂喂,怎么突然这么多人? 大约是已经过了能睡回笼觉的点,也或许是观众们都醒了。 这会儿七点多钟,直播间突然涌进来大批粉丝,观看人数眼看着从一万多云速奔到三万,甚至还在增长。 新人真是乌鸦嘴啊,飞球说什么? 只能说庆幸今天不卖酱吧,不然铁定没信。 看到这么多人,心慌想到今天不上链接,安逸。 反正没钱,坚定白嫖,无所谓多少人。 一觉醒来有直播,幸福,嘿嘿嘿,还是我机智,上了地铁才进直播间,就趴在睡住了。 打工人在公司楼下买煎饼,就助讲吃煎饼好幸福。 而这会儿,前师已经开始将西瓜和食材都往将豆子里头拌了。 大铁池在盆子里翻搅着,颜色绝称不上好看的黄绿色豆子和红色的西瓜混合在一起,乍看之下十分有黑暗料理的灵魂。 但只有吃过的人才知道,这玩意儿是真下饭啊。 等到一盆装满,乔乔不用吩咐,就迅速地将它们倒入一旁消毒清洗的大缸中。 还不忘解释,酱太多了,不用,大水缸放不下,但是要晒更久才可以,不过小朋友可以自己在家做一小盆。 是不是很简单啊?你管这玩意儿叫简单?主播,光这个豆子你就直播好几次了。 我脸皮厚,我先说,我是差生。学不会,重新定义简单。 我不管我一定要写上简历,H2一定会会眼十珠带我走上人生巅峰。 可恨趁现在才只有七万观看人数,比平时少一位数,为什么不上架? 看到这口大缸,忍不住就想起了小时候我奶奶下降也是用这样的缸。 这缸也太大了,一缸能有几百公斤。 我家有一个瘦板的陶缸,我妈冬天用来腌菜的,别说,年纪比我还大。 说到腌菜,朱军早上吃什么? 叽叽喳喳,热闹热闹,弹幕很快就在这虫复而机械的动作中奔向了童年和现实。 而乔乔直播了一会儿,看到西瓜酱被放进了大中,而前师傅为了防止有虫子,钱翠用纱布裹紧了口子。 接下来,只等三复天的大太阳了,而乔乔欢喜地拿起手机。 好了,小朋友们,第一堂课的做西瓜酱就学完了接下来我们去做冬瓜糖。 冬瓜糖好甜的,子子说作,太多了,会卖一点赚钱大家要等一下,我先尝尝好不好吃。 什么?冬瓜糖做好了吗?甜党狂喜,早就想尝尝这童年回忆了。 那天经过超市,怕破坏我记忆里的味道,硬是没买,就想吃乔乔老师家的,冬瓜糖能有什么记忆好破坏的,就记住一个字就行了甜。 前面的说得太委婉了,哪里是甜?分明是特别甜,我不幸有勇士可以一口气吃五根。 大家都空口吃吗?难道这个不是用来做冬瓜凉茶和煲汤吗?很养生的,煲汤,这个还能做汤。 而这时,乔乔已经来到了厨房,灶前火焰熊熊,张燕萍坐在那里麻木且没有灵魂的网灶里添着柴,整个人都陷入早起的空芒中。 要说以前早起,这个点慢悠悠吃顿早餐,一整天都变得又漫长又精神抖擞,它是很适应的。 但但凡是正常人,知道自己每天早上一睁开眼睛就有一堆工作,想必从醒来这一刻就要痛苦地度日如年了。 他烧火都快烧得没有灵魂了,此刻眼睛直勾勾看住七表爷,已经麻木。 而七表爷正将昨天用白糖腌好的冬瓜条倒进锅里慢慢翻炒,炒得整个锅底都是白花花的糖霜,再闻着空气中那股浓郁的甜蜜味道。 嗯,虽然好像挺甜的,但这是头一回,他对冬瓜糖有了点兴趣,瞧瞧也是,他一进厨房就深吸一口气,好甜。 七表爷得意道,那是,闻着不腻吧,我特意放少一点糖,不过再少就不行了,再少没法保存。 瞧瞧疯狂点头,不腻不腻,我想吃一点,当然了,紧止一点。 他将镜头靠近,只见大大的铁锅里,白中泛黄已经没那么好看的冬瓜条混着糖颗粒被翻炒铁锅边缘,全是一层白花花。 一,没那么好看啊,他有点失望。 王小顺负责里头两口大锅,这会儿笑了笑,因为糖是半融化状态,再加上翻炒会有点泛黄,不过等盛出来凉了就又会很漂亮了。 瞧瞧,里头那一竹帘是最早出锅的,现在肯定凉了,你尝尝,第一次见做冬瓜糖的,好像确实没上次直播好看。 哦啊,我没吃过,想吃,别想了,会后悔的,真的很甜。 就是,我吃一根都受不了,那,咬一点点当糖吃,也会受不了嘛。 啊,这,好像,溪柳,我不是馋,主要是,我怎么没想到呢? 对啊,买两根回来一天啃一口没毛病吧,一根冬瓜糖大概五厘米,一天一厘米,好像很傍夜,上连结上连结。 而此刻,乔乔已经捏起一根冬瓜糖,然后小心地咬了一小口,他眼睛亮了,好好吃。 脆冬瓜的独特口感经过牙齿的咬合,瞬间让人难忘而颗粒的白糖和冬瓜条被腌渍出的甜蜜味道,混合着冬瓜本身的清新,一点都不腻。 乔乔大声宣布,好好吃,我可以吃两口,什么,可以吃两口,这一定是冬瓜糖的最高赞誉。 真的可以吃两口吗?我不相信,快寄过来我试试,有情提示,主播说这个可以卖,上连结上连结。 而等到乔乔果然咬下第二口时,直播间的观看人数已经从进厨房开始的七万,涨到了二十多万了。 张燕萍豁然抬起头来,然而这次,破天荒的他没想第一时间也吃吃,反而琢磨着,此时不卖,更待何时。 至于分量无所谓,先多上,不够的话再做,总之他得是个克服。 张燕萍精神一震,火钱一丢就大声呼喊,莲花婶儿,你帮我看住火,我这就去上连结。 张燕萍终于解放了,张燕萍终于崛起了,此刻他拿出一个自封带来, 按照宋坛昨天的要求,用筷子小心加了五根冬瓜糖塞了进去,然后在直播间一展示,给大家尝鲜用,价格比较贵,不吃甜。 个人就不要买了一包二十,待会就上连结。 大哥你用这样凶狠的表情说不要买,我是买还是不买? 好,好凶,这个卖冬瓜糖的偷懒表哥好凶。 狗贼需要骗我不买,我就不。 叛逆的人生,不该听主播劝告,区区二十我掏得起。 各位,这里可是乔家黑道大哥,大家说话客气点,不然他手一攥,我们的冬瓜糖就要碎了。 不是,你们真的有理智吗? 五根冬瓜糖要二十,想钱想疯了吧? 是的,我疯了,你走吧。 是的,我疯了,你走吧。 这种骗钱的玩意儿又甜又不好吃,我就不信有人会买。 我也不买,做韭菜也是有尊严的。 我也不买,这得多元大头才会掏这个钱啊。 然而张燕萍压根没功夫看弹幕,他只是将自封袋放在一旁做个展示,迅速又回房抱住笔记本下来了。 连结之前就做好了的,反正工序配料写得明明白白,主打一个希望顾客自力更生。 照片是之前泡冬瓜的时候请燕燃帮忙拍的,除了成品冬瓜糖还没拍上之外。 半点不影响上链付款,此刻他虽然一言不发,心中却是狂喜淘淘宝的店就终于又多了一样东西了。 短暂的静默后,只听后台叮叮咚咚一连串的下单讯息,甚至好些人都是五包五包起买。 直播间的弹幕瞬间空荡荡起来,过了好一会儿,才有人卖悠悠地发弹幕。 有一说一,这是我买的田园记事最便宜的零食了。 你这么一说,好像确实是啊,什么确实是,分明就是,一包五根冬瓜糖,一天吃一口,这二十块能吃好多天。 啊,你们买了,但你们刚才不都在骂吗? 对啊,怎么现在反而说起好话来了? 新人是吧,骂是因为我们已经付过款了,区区不裁,十包而已。 吃这么多糖你不要命啊,我只买了八包。 八包十包有什么好征的?我买了二十包。 反正以我的经验,主播家的东西从来不会对不起价格。 而就在这时,宋坛进了厨房。 看到竹帘上铺住亮亮的冬瓜糖,他也感兴趣地捏起一根来。 先小小咬下一口评了评,确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甜,还不错,打发时间挺好的,王小顺也笑呵呵的。 确实,这冬瓜糖是我吃过最好吃,最不腻的了中午要不用这个熬绿豆汤吧。 行,七表爷放下铲子,哟。 指挥宋坛,坛坛去抓三碗绿豆来泡着,我最近差音学了一下,也试试用他煲甜汤怎么样,让张燕萍盯住荧幕,很快又冲着厨房吆喝一嗓子。 瞧瞧,跟他们说别买了,没货了。 瞧瞧已然习惯了这种吩咐,此刻乖巧说道,小朋友们不要买了,已经没有货了,下次有了再告诉你们。 东瓜糖也能没货,离谱,我买的时候明明库存九千多份,就是,这么多东瓜糖还能卖空了,这一万份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卖完了,这是东瓜糖又不是巧克力。 主播是不是刷单了,是不是有托,对,刷单了,五毛一单,是,有托,两块一单,凭什么托贵啊,你们说的都对,但我买了五包兮兮兮。 主播,我从来不吃东瓜糖的,这次买了两包,瞧瞧老师,我所有愿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务必让这东瓜糖洗刷我记忆里的那份难吃。 直到关了直播,张燕萍才一一报告,当初订的份数是一万份,都已经卖光了,我也不确定这些能中多少,但肯定只有多没有少,等先把这些发出去了,如果有多的再上架吧。 宋坛却盘算一番,这些东瓜的成本属实不值一提,可做成东瓜糖卖,可比直接卖东瓜要挣多挣一百倍不值,果然在加工还是有前途。 一万份东瓜糖,总加二十万,算下恨不得净赚十九万多。 大有可为,此刻他也美滋滋地宣布道,七表爷,辛苦你了,回头咱们家里再发一份奖金哈,大家都有。 还有王师傅,你跟前师傅估计不差钱,回头送。 你们一人一斤茶叶,辛苦了辛苦了,以后千万多干点活儿啊,虽然前师傅还在辛苦做酱,但王小顺已经欣喜若狂了,干到他这份上。 确实钱这方面是不大缺的,可宋谭家的茶叶,他们就喝过茶叶末尔。 据说现在量少,已经不怎么卖了,上回富二代要不是到家里了,压根就买不住。 此刻,他内心突然有点羡慕大师兄了,在这边吃好睡好,还能常常接触这些好东西,会不会有点太幸福。 倒是七表爷已经习惯每次卖点什么,宋谭都要给大家分点食材或钱了,此刻傲娇地哼了一声, 你放心,这冬瓜肯定还能再卖的我做出来的糖,肯定和你们年轻人心意。 真没那么甜,宋谭连连点头,确实。 是的,然后他期盼地看住张燕萍,燕萍哥,晚上没事的话,你要不带他们几个再去摘十个冬瓜。 再多就不行了,家里锅灶不够用,盆子竹帘也要不够用了。 张燕萍两眼一黑,他虚弱地试图反抗,我不要这奖金,你别给我安排这工作行吗? 往年他赚钱,哪有像这样苦? 实在不行,等天凉快了,我再多拉点钓鱼的过来。 然而宋谭还没开口,就听乌兰走进来说道, 那不行,燕萍,你是得多干点活儿,不然底子虚,到时候长成大胖子,咋找对象呢? 你没听人家小郭医师说,你昨天去把卖爱酒,都感觉要稍微好一点点了,可见干活还是有用的。 张燕萍,死了算了,这也是昨天的,午安中午缩坟等下货拉拉拔过来,把酒沙发送回老家。 过几天,随即拎个漂亮表妹出去看电影,第724章,有紫苏。 张燕萍的绝望无人能懂,连宋谭都心想,那可不,他干活多,吃很多,身体需求就多。 需求一多了,这些食材里的散碎灵气,还有每天早晚的那一丝丝,多少也能起点作用的。 但此刻,他只是为难地看了看张燕萍,然后叹口气,燕萍哥,我妈说的也有道理。 还是你的身体最重要,摘几个冬瓜也不费事,要不你还是,去摘吧,这是摘冬瓜的事吗? 这分明是日日劳动无穷愧,它要陷入该死的劳动循环了。 燕萍燕萍,每天早晨你醒来。 燕萍燕萍,有份工作在等待,摘完了冬瓜来烧火,烧完了赶紧洗洗菜。 张燕萍麻木地出门,并抢走了乔乔的七彩大度。 瞧瞧,燕萍哥我跟你一起啊,你不要骑太快了,大朵还是个宝宝,但今天除了张燕萍,所有人都很快乐。 小张哥开车轰轰轰隆隆过来时,脸上的笑意那是直也止不住。 怎么说呢,自打有了宋坛这个客户,恨不得一天三餐都加入。 他这小小一个乡镇快递站,比市区某些站点还要热。 不,今天又是提前准备的一堆小快递盒。 虽然一万笔订单不知道要打包多久,但这种每天都有活干的状态,真是太美妙了。 顺带,他还得到了一份冬瓜糖。 沃兰如今越发喜欢这种勤勤恳恳的小伙子,此刻笑咪咪道,小张啊,这冬瓜糖做得不腻。 我尝了也挺喜欢的,你拿回去给你媳妇尝尝。 孕妇容易造,这个清热下火还不寒,可以吃点不过也别吃多了,容易血糖高。 小张哥听得连连点头,这都是过来人的经验。 他要是觉得甜吃不惯,你就拿来熬点银耳汤什么的,也一样好。 其实乌兰不说这么多,小张哥也喜不自胜地如今他在这么一形容对孕妇合适。 他拆带子的手都顿了一顿,啊这,自己到底要不要先吃一根呢? 而此刻,前师傅和王小顺对坐,各自捧着一杯刚刚泡出来的绿茶,心里美滋滋的。 眼前这个铁皮棚是工地上刚搭出来的,空调也是刚装的。 总算不用灰头土脸,热气红红地在外头干活了。 虽然因为窗户开得太低,还要排烟,以及太阳晒得比别的地方热。 可相比之前已经是太好了,最起码冷气一开,工作的人不受罪。 热茶烫乎乎的,前师傅深吸一口气,忍住了没敢下嘴,只是叹息一声。 小顺啊,我给你师兄找的这地儿还可以吧? 王小顺已经被绿茶的香气勾了魂,这会儿眼睛都挪不开杯子,一边还忍不住眼馋。 我又不是没退休,我都想来了当然了,现在不行。 这边吃得多,但钱少,他还有家有口的,离不开高薪。 前师傅瞅他一眼,心想我要不是店里的总厨,我现在也想留这儿。 毕竟他都这把年纪了,钱多钱少的反而没那么重要。 不过,也怪不得老宋这么觉得人能在这家安安稳稳待着。 每天还干这钱那的,确实是值得。 小宋老板人挺大方的,他刚来,除了替工人做点酱,也没干别的。 人家小宋老板张嘴就送一斤茶叶。 嘖嘖嘖,一万啊,师徒俩两万了。 这来之前老宋还说他们主家抠,这哪里是抠? 静瞎说。 空调风静静地吹着,外头工人已经三三两两收工。 前师傅这边准备的消暑茶茶绿豆汤一个不少, 看出大伙乐滋滋地大口大口地喝。 他又瞅了瞅旁边保鲜柜里的食材, 心中琢磨拿了这么好的东西,就这么。 老老实地给工人做饭,是不是有点不太适合啊? 不然,他看住王小顺,你平时闲着没事, 多在这山间低头走一走,看看还有啥能吃能做的, 咱们也都表现两下,回头你师兄。 来了,也省得有隔阂。 王小顺也正有此意。 老实讲,薪水虽然不高, 可他们在宋坛家,自己跟师傅一顿两三碗, 吃得都挺不好意思的。 毕竟他们家冬瓜糖怎么卖的, 王小顺也算是亲眼见证自己吃的可都是高价食材。 这会儿想了想, 师傅,我前两天从山那边走, 看见有处荒田里的紫苏长得挺好的, 咱要不要摘点回来熬个紫苏酱? 这边,给工人做饭, 少不得用这些的老吃西瓜酱会不会容易腻啊。 前师傅一听,顿时来劲啊, 怎么才说,七八月份的紫苏正嫩呢? 在哪里? 一边忍不住扼腕, 你说咱, 那店里长夏香找这种野菜, 怎么偏就没有这么好风味呢? 王小顺想了想, 你看人家教授天天钻研指导的, 咱们可没这门路, 不过这紫苏应该不是宋坛他们家的地, 味道可能就只比普通烧好。 山上吃正好, 前师傅点点头, 去, 赶紧给人家小宋老板说一声, 咱再主动表现表现。 劳动。 人名张燕平正蹲在水池边搓洗冬瓜, 从今天开始, 他又要继续之前的工作, 几十公斤重的冬瓜哼哼哧哧搬来搬去。 老实说, 还不如他去搅豆子练太极, 此刻人蹲在那里, 向来凶悍的脸上表情也越发猙獰了。 还好冬瓜清洗并不费事, 等到终于都搬进厨房, 瞧瞧伸了个懒腰若无其事, 他却扶住腰艰难站了起来, 只觉得像是被毒打一顿。 而就在这时, 王小顺一脸兴奋地下山来。 小宋老板, 我之前看别人家荒田里有一片紫苏, 你看要不要跟人家说说摘过来。 我们再来做个紫苏酱, 张燕平顿时提心吊胆。 紫苏酱, 宋坛惊讶, 我没吃过好吃吗? 王小顺倒是挺自信, 只要你能吃得惯紫苏那个味, 这个酱就挺好吃的, 配馒头下面条都好住呢。 宋坛想了想, 果断回答, 我能吃, 我可以。 紫苏不是经常用来包烤肉的那个吗? 我能吃他们这片? 是。 紫苏的人不多, 大多还挺陌生的王小顺见多了地区口味不同。 此刻淡定点点头, 行, 那就能做。 马丁马丁, 每天早晨你醒来马丁马丁, 有个角色在等待变成了龙啊, 真奇怪。 变成了原始人不太帅, 马丁的早晨。 紫苏我能吃得惯, 烤肉必备, 但我滴滴一口不吃, 等我写完再来配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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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